大家看到这个schedule的时候 你看到最后一项 最后明天下午最后 两点半到三点钟 是我们有个小测验 大家可能想 我已经三十几年没有做过测验了 但是你放心 这个不是要考你 是让我们把学的东西 review一下 所以是开卷的 你可以去寻 在那个笔记上面去找 或者在你的资料上面去找 让大家更熟悉 我们所学到的东西 还有就是我们会在 明天玩了过后 我们会跟每一个人有一个证书 发给每个人一个证书 那么我下面先来介绍 就是一段小组 就是教会的团契小组的一个介绍 那么首先 待会讲到的一些内容 就是特别是关于教会的意向的 可能有些弟兄姊妹 已经听过一次 甚至有些人听过两次了 如果你是长职的话 但是也有很多弟兄姊妹没有了解 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呢 因为和我们小组聚 就是在小组聚会的 那个内容5W 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现在我们那个做5W的时候 还是只是侧重在 分享或查件上面 但神的功部分 那个是没办法教会来 布置你做什么的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小组的 长的培训 小组长同工的培训 让我们能够了解教会的意向 了解我们周遭的 我们服侍的对象 那么可以为他们祷告 还有一个要没有想到的是 本来我们想到 应该少一点人 因为我们准备的东西 尽管再怎么样准备 也是不完全的 特别是你会发现那个后面 我们有关祷告那部分 第八个单元 我们是没有讲的 不是说它不重要 因为很难就在这个 一天半的时间 把这些东西都能够讲清楚 所以说我们是鼓励大家 去阅读的 但是我们发现里面 有好多错别字 所以你如果读不下的时候 你可以让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送一个soft copy给你 那上面是没有错别字了 那即使这样 其他的地方还有一些 不完整的地方 我们只有祈求神来补足 我们准备的不完全不充分 那么完了后 我们会有个survey 让大家也可以反馈 给我们 让我们知道哪些地方 要改进的地方 我们下面开始介绍这个单元 那么 好 我们小组长训练的目的是 首先我讲到我们要 第一个就是 刚才我讲到认识教会的意向 或组织架构 就作为小组或小组 小组长或者小组里面的同工 或者你将来要做组长 那么你要首先了解教会 到底意向是什么 还有教会的组织架构是什么 还有呢 我们会第二个目的 我们是要学习操练 小组聚会的程序 五个W 敬拜见证 欢迎神的话 神的功 这些程序 那么这些程序不是死的 上帝可以根据小组的需要 来调整的 他的时间长短 我们会在操练当中 让大家去了解 还有呢 我们也要希望大家 通过小组的培训过 来了解我的小组 就是我所在的小组 是否健康 来了解小组的生命周期是什么 有这个生命周期这个概念 可能这是一个新的概念 但是这个实际上 对我们来讲也不是新的 因为我们的信仰 就是个生命的信仰 同样的 一个小组 它也是一个有机体 它是个生命 它需要成长 所以我们需要了解这个 第四点就是 要明白小组长的角色 还要了解小组长本身的需要 在哪一项 比如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成长 操练 好 第五点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学习成为 与小组的同工 包括小组长同工 一起来 打错一个字 牧羊小组的组员 这是我们需要 来了解的五大点的目的 小组长训练的目的 那么当我们接受培训的工 我们希望 所有人能够知道 五家的组织架构 活教会的意向 还有策略 教会的意向和策略 还有能够至少知道 两到三个理由 为什么教会要推动 现在的意向 还有这些策略的 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当然小组长知道怎么样去 如何去牧养小组 带领小组的施工 这是学习的 在这个介绍这一部分 我们所要了解的目标 首先我来讲一讲教会的意向 我们教会的意向是建立充满阻碍 与有影响力的教会 或与影响力的教会 都可以 那么我们要不要去读一下 建立充满阻碍 与有影响力的教会 那我们的使命呢 mission statement是 传扬耶稣基督 建立伟生信徒 那么这个意向和使命 上教会的牧长同工们 差不多有三到四年的 这样的祷告寻求 最后我们实际上在去年 才把这个定下来 那最先我们有这个意向 就是因为购买新堂的时候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当神带领我们购买 我们隔壁的那个新堂 我们花了一千零五十二万 买它下来 当时促使我们买的这个动机 不是说我们看见的 是神让我们看见的 我们看的都是那边小的 我们一直寻找那小的building 我们不敢买这个大的building 但后来神带领那个 要卖那个owner自己来找我们 我们一看 如果那边跟别人买下去的话 买去了后我们停车会 很大的问题 我们这边的聚会都成问题 就当时我们在这个驱动下面 这个驱动下面 我们买了后面的糖 感谢神他丰富的供应 让弟兄姊妹也有同样的看见 需要把这个糖买下来 所以我们在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筹了三不多万 在接受那个owner 以前那个owner的那个贷款 所以我们把它买下来了 但感谢神今年的十月份 那个贷款到期的时候 感谢神我们把贷款还清了 当然我们再把这个糖买下来 我们一直在寻求 神到底要借着这个糖 要我们干什么 就是2012年的时候 我们就做了一个 当时做根据那个Pure Study 那个人口调查 我们做了一个研究 我们发现在我们周遭的城市里面 有将近十万的华人 是不认识耶稣基督的 是为德之民 委民请你把那个collect一下 那么最近我们把它update一下 我们发现人数远远超过十万了 就是在我们教会 驾车二十五分钟以内的 十四个城市里面 十四个城市里面 那么有差不多现在是 根据现在的统计 192014年的统计 那么为德之民的人数 华人是十四万两千七百八十六人 这是非常准确 你看过为所的引导 所以让审活设施最多 我相信第二个bar就是cubitino 所以在我们周遭有很多的 为德之民 这是我们看到神要我们去 outreach他们 他们成为我们服侍的对象 你再把上面那个按一下 所以我们也因此 我们就神带领我们一支祷告 所以就把这样一个意向建立充满主爱 首先我们要去影响社区 影响那些为德之民 我们自己要有改变 我们生命要改变 我们要有个爱 我们彼此相爱 然后有爱灵魂的心 然后我们才会去带来影响 对社区带来影响 那么使命呢 那是来自于圣经 因为传扬耶稣基督是大使命 传福音是大使命 建立委身信徒 因为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也是大使命里面的 所以根据这个 我们的祷告中得到的意向使命 还有我们的目标 我们就产生了一个 内外两部分的一个策略 那么内部的策略是什么呢 对 38页以后有那个PowerPoint 所以你不用记 如果你看到PowerPoint上没有的 你可以记一下 38页后面有PowerPoint 是对这个讲义的一个补充 大家看到38页后面 好 那么我们内部的策略就分成四部 就是教会就说增长 我们教会的增长 就是成为一个生命的有机体 必须要信徒的生命成长 而不是一个人数成长而已 所以我们分成四部 一个是初心造就 生命成长 参与侍奉 然后呢 伟生信徒 所以第一部分 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开始 我们主日学有门徒造就班 还有我们也有初心造就班 初心造就班是由墓长来 刚刚受洗的人 他们会有墓长能力跟他们讲 怎么样临修 怎么样参加团契 怎么样成为会友 会集 会集这些 我们都会对那些刚刚受洗的弟兄姊妹 有这样的一个带领 让他们进入小组当中 进入教会当中参与服事 然后他们的生命能够成长 所以我们生命成长就是 开始每日的灵修 就教会从一月份开始推动的QT 完成门徒的训练 然后呢 参与侍奉 也个人步道 见证 然后成为伟生的信徒 成为带领别人的人 这是内部的一个策略 那么外部 所以我用一个图的话很清楚 这是一个baseball 我不懂baseball 但是我们从一开始最后回到本类 就是生命能够成为一个伟生的信徒 这便于大家记忆 四点 那么外部的策略呢 我们是希望通过社区 服务社区 社区的服务 多媒体 本地宣教 外地宣教 这些来去影响社区 这是我们的一个外部的策略 好 那么小组呢 从小组来讲 那么小组的事工 根据我们的意向 分成内外的这样事工的一个层面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图上面来看见 一个小组它的组成 当然你可以说我的小组不是这样 是的 我们很多的小组都不是这样 我们小组可能全都是很成熟的基督徒 但是我们一个健康的要成长的小组 应该是这样一个架构 以后我们在后面的讲解的时候 我们还会进一步来说明这一点 所以我们会有组长 有间隙的组长 那么有同工 间隙同工 组员 那么最外部的 这是内部牧养的成长 它是从一般的组员 后面我们还会详细讲 在小组里面有分成好几类 那么慢慢地在这个小组的牧养过程中 它成长 它成为带领别人的人 成为伟生的信徒 那么在外面也有两类 A类和B类 那么后面我们会详细讲 什么是A类 什么是B类 B类就是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 或者它对福音甚至有些偏见的人 对他们传福音是比较难的 所以需要与些专门的受过培训的弟兄姊妹 去跟他们分享 所以这小组就分成内外两部分的 所以外部是传讲福音 内部牧养成长 那么这里面都含着一个就是爱在里面 因为内部我们要彼此相爱 外部我们要爱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 那些未得之民 那个没有一个爱心 你没有办法去outreach他们 这是小组的内外施工 只是简单介绍 这张图会重复地被用 那么现在教会的团结小组的架构 就是现在目前这个样子 我们有长老会 长老会我们是祷告寻求意向 比如说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生根建造 这是我们主题 这是我们长老会通过祷告 然后我们产生这样一个主题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主题交给长职会 同工会讨论同意 然后我们有个施工执行团队来执行 围绕这个same这个主题 我们来planning 那么下面我们有团企 团长辅导 然后下面再分小组 那么一般来讲 就是一个团企四到九个小组 可能有些超一些 那么你可以再要分 那么小组呢还有分区 我们还有分区 分区我们也叫团企 但它的区 它的就是在家庭里面聚会 分区在家庭里面聚会 但它的架构是一样的 那么分区有个好处是什么 它不受场地的限制 教会有个场地的限制 那么家庭分区是没有场地的限制的 那么没有场地的限制 是不是真的没有场地的限制呢 如果你固定在一个家庭里面 然后不断地成长 有没有场地的限制 一定有场地的限制 那么这个怎么办呢 分组 所以小组一定要分组 那么在教会聚会就不要分组嘛 也要分组的 后面我们会讲原因 为什么要分组 因为你不分组 你那个size太大 你没有办法去关怀彼此认识 深层次的认识 今天实际上我那个组 二组里面好多神州团企的 但我才发现实际上了解都很表面的 知道王洪宾弟兄他们说他很爱运动 我还不知道他很爱运动 就每个人都观察他说他爱运动 真的跑马拉松的 我都不晓得 所以我们实际上表面上很熟悉了 但是深层次的了解上还是不够的 只是你知道他跑马拉松 那个不能代表是深层次的认识 什么叫做深层次认识 他可以跟你无话不谈的 他能够在有难处的时候 他要找你来分享 来找你来一起来祷告 所以是我们要 牧羊的一个目标之一 我先讲一下 好 那么为什么要强调小组的牧羊呢 一个是首先根据圣经的原则 耶稣基督他带了十二个门徒 他没有找三十个人来带 跟随他 因为人的那个沟通是有限制的 还有产生一个增长的潜力 因为小组太大了 你没办法成长 还有就提供服饰的机会 让小组人人都参与服饰 一个大的小组你去了过 一个大的团契 有很多新来的弟兄姊妹觉得 我没地方服饰啊 我都听到有人讲过 我在哪地方去服饰 因为太大了 他就好像没有办法是 有力气使不出来 那么还有呢 就是生命影响生命 一个人对别人的影响 实际上是有限的 他只能对两三个人有影响 再多的人 他的影响就有限了 所以还有就是改变信徒的生命 在一个是主动 一个是被动的 还有就是我们希望能够 在小组里面 人都参与服饰当中 能够兴起更多的弟兄姊妹 出来成为带领的人 然后有新的小组 然后当然这个最终的结果 就是传扬福音 包括今天我们的小组的培训 也是为了我们九月份的 那个福音四十天 因为我们会进入社区当中 在家庭中去聚会 然后再回来 或者同时成立一些新的小组 这是我们的目标 那么根据刚才的 我们所讲的目标 意向使命 那么教会我们 主要三大事工 大家可以记得 一个是团契小组的模样 还有就是装备造就 然后福音外展 这是三项事工 那么下面小组的宗旨 我很快讲一下 那么我们学习的目标 首先受限者能够说明 小组的宗旨 评估小组的聚会 了解欢迎 我们一直还在 就是到底破冰 欢迎或者游戏 我觉得破冰 不要不太 那个概念太窄了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实际上不是破冰 而是深层次的建立关系 所以可能游戏更好一些 我们了解那个游戏 或者欢迎的目的 在那个5W里面 那么了解 有三个目的 六种公用 这个游戏 那么小组的宗旨 刚才我已经讲了 所以我很快把它讲过 讲一下 就是一个是关怀 对内的 一个是宣教 对外的 所以都牵涉到彼此相爱 然后对外也是彼此相爱 那么小组带来小组的倍增 那么小组 所以说小组 他的人数是限制在15人以内 如果你固定聚会的人数 超过了15个人 那么小组就要分组了 我知道有些在教会里面 聚会的小组 分组起来很困难 但是感谢神 我上次在神社团几个小组 他们一个小组分成了五个组 就在B9那个教室 尽管在破冰游戏的时候 或者做游戏的时候 是有点吵 彼此影响 但后来分享的时候 我觉得一点都没受到影响 你看在B9那个教室 可以分成五个组 那么在大堂里面 可以分很多组了 所以说我们还是可以 Squizit 就是在教会聚会的 所以说我们要求 就是说小组人数 超过15个组了过后 要分组 要分组来查经聚会 而且那个人数 最好能够固定下来 本来你没办法 深层次的了解 后面我们会讲到这一点 那么对外是彼此相爱 小组必须要倍增 所以在小组聚会中 很重要一环 就是会讨论到 我们的关系网当中的一些 还没有认识神的那些朋友们 为他们祷告 有时候要花很长的时间来祷告 我知道有一位姊妹 他为他先生祷告 知道我在教会全职服事四年了 他已经祷告四年了 我知道 先生知道我现在还没信主 但是如果小组的弟兄姊妹 都来为他祷告 我相信总有一天他先生会信主 祷告 所以那些未得之名的祷告 是要花代价的 要付代价的 愿神给我们这样的爱心和负担 来为他们祷告 还有呢 还就是生命造就 所以那个内部的就是生命造就 彼此相爱带来生命造就 特别新来的主缘 有些特别的主缘 或者是有特别需要的主缘 每一个小组里面 可能都有些特别需要的主缘 还有就是一般的主缘 他就每次来聚会 但他没有参加服事 没有参加教会的服事 他也没有服事的机会 可能这几种类型 我们都要关心他们 这是后面我们还会详细的讲到 然后传扬福音也不是说 只是一个布道会传扬福音 我们有关系的布道 就是先和别人建立关系 特别是在九零后的那些年轻人 你不和他建立关系 你只要用私理给他谈 他不会听你的 我举个例子好了 学生团企有一个姊妹 每次来都做饭 他还不是基督徒了 他每次星期五都来聚会 但你跟他讲福音的东西 一讲他根本嗓着脸 不愿意理你的 昨天我碰到他 他很开心 我跟他讲福音的时候 他很愿意听 他说他认识神更近了一步 后来我就知道一个弟兄 陪他去滑雪 去教他滑雪 就一个周末就把他改变了 尽管他还没有信主 但是你看关系 建立关系会带来 他对福音的兴趣 我试图跟他讲过好几次 他根本不愿意听的 他星期五在做饭的时候 他一般做饭 我站在边上想和他谈 他不感兴趣 所以关系布道非常重要 一个你首先和他建立关系 才能够容易布道 还有肢体布道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用生命去影响生命 用生命去影响他们 让他们对我们的世界观 价值观 人生观产生兴趣 后面我们会更多的讲 然后就是福音布道 这个福音布道 可以是小组里面的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现在小组那个聚会 5W很像是一个布道会 是不是 有敬拜 有祷告 有见证 然后有神的话 最后神的功 只是神的功那部分 我们还没有用上来 所以那个聚会上是小型的 布道会一样的 好 那么小组中有 四种可能的组员 这个讲以上有了 因为时间关系 我看我的时间好像到了 10点 9点 10点 20 好 还有点时间 好 那么小组呢 我们一般四种有四种的可能 一个是新人 就是受朋友邀请来参加团契小组聚会 那么这些人需要特别的关心 服侍他们 常常有时候我们 可能甚至我们的查经的内容 见证 安排小组长 要先做好准备 安排 要关心到他们 要照顾到他们 这个我先把这个组员定下 定下来 后面讲到神的功的部分 我们会特别讲到这一点 好 有特别需要的组员 就是他们有受过创伤的 或者在生病的 或者是因为各种原因 家庭的原因或者其他原因 他们属灵生命比较软弱的 需要特别的去带导照顾他们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目前的小组 在这方面做的还不算太差 特别是对生病的弟兄姊妹的关心 那真是让我们牧长 常常都非常的感动 那个最近一个姊妹动手术 开心的手术 那么很多弟兄姊妹就自动的 自发的请假去照顾她呀 所以星期二五 或者沃沫世纪探访她的时候 因为一个姊妹 她平时很少看到她服侍的 她在这边照顾那个姊妹 所以让我们非常感动 所以我们对特别需要的组员 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的小组 内部的关心 她做得蛮不错的感谢数 还有一般的组员 就是小组里面 还有一些组员 她是什么 每次都来 但从来不说话 也不参加服侍的 那么这些组员 我们需要同工们 去带领他们起来 让他们参与服侍 但一个小组太大的情况下 他们永远会在那个状态 因为她不可能有服侍的机会的 还有就是比较积极的同工 就是所有现在在座的都是 尽管你们当中很多人 不是小组长 但是你愿意来参与 愿意来将来成为带领别人的人 成为小组长 或者是帮助小组长 因为小组长需要同工 刚才我们的那份图 他能够关心的人也两到三个 他需要更多的人来关心 来关心小组的组员 这是四种可能的组员 好 那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 这是我们小组聚会的这个内容 这是一次聚会 为什么讲到围观呢 围观呢 这是因为是一次的聚会 因为它有一个宏观的 就是我们会宏观的来评估 通过这样五个W 看小组是否健康 所以我们有个围观和宏观的 这样一个区别 那么这个程序呢 基本上是这样 但是你可以根据小组的需要来变动 还有一般他聚会的时间 我们敬拜十五分钟 见证十五分钟 然后游戏十五分钟 然后呢 查经有四十五分钟 然后神的功有十五分钟 但是呢你可以根据需要来调整 比如那天你们小组 正好邀请了一些目道有来 目道有来 那么那时候你可能要安排 特别的安排见证 得救见证 可能那时候你会把破冰游戏 就选成对新人的认识 那种破冰游戏 那么神的功那部分 可能预留一些时间来 专门和他们来个人的交谈 请了解他们 但是你可能不会期待 一次他去信主了 但也有可能性 因为他如果在其他地方 他已经接触过福音 没准我以前讲过 不是我的 是美中的高牧师讲的 他说一个人信主 就像吃饭一样 这个人的胃口是五个馒头 你刚好就是第五个馒头 那他来第一天来小组 你就收割了 所以说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要为这个来祷告 常常纪念那些未得之名 这样神就会让你有机会来 带领人信主 所以这是一次一次的聚会的 这样一个内容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内容 加深小组内部的关系 通过这样的内容 我们常常去纪念 那十四万的未得之名 为他们带导 我们来筹划小组的 那些福音外展的一些事工 这是我们小组聚会的内容 那么我稍微讲一下 那个破冰的 有些东西我还稍微讲一下 我们看到讲义上 讲义上的第三点 第三页 认识小组的环境 决定小组环境的因素 一二三四五六七 那么现在我们现在的许多小组 那种关系的建立都很好了 但是我们是 但是深层次的关系不见得 所以我们希望 你有个深层次的关系建立 你才能够完全 能够彼此接纳 然后还有敞开那种坦诚 或表达的自由 才能够达到 那么教会我们也会 以后会提供一样这样的机会 让弟兄姊妹有深层次的 这样一个交通 去年的Christmas 那么中英文堂 他们有一个小的一个小型的聚会 就三十人的这样一个聚会 好像还在哪个人家里面在聚会 就一下大家的关系 好像有一个突破一样 能够彼此来交通坦诚的分享 这是带来不一样的一个 一种那种关系 弟兄姊妹的关系 因为我们在祖里面 父为肢体是弟兄姊妹 那么一定是一个坦诚的 自由的这样沟通 那么教会以后也会 我们现在正在筹划 就是以后会有一年一次到两次 因为他人数要限制 这样一个营会 供大家弟兄姊妹来使用 参与 然后把彼此的关系 能够有深层次的这样一个交通 所以说正因为人与人的坦诚的 交通不容易 所以我们就需要有这样的游戏 所以那个游戏不是 严格意义上讲 不只是破冰而已 因为破冰好像是我们不认识 他要破冰 像今天我们这个节目 就是一个破冰的范畴的 今天我们刚才玩的这个游戏 就是破冰的 因为很多人是彼此不认识的 师牧师在我们那个组 他对其他人全都不认识 他还猜得蛮准的 所以说你是需要有这样的破冰 但是不间的所有都是需要破冰 还有个至少有三点 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有共同的一个聚焦点 开始查经了之前 我们把有个共同的聚焦点 是什么 Fox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从那个 你从外部的世界 进入到教会中中 小组当中 开始准备要查经的时候 商量你的心不可能马上静下来的 你还想到其他事情 我炉灶上的火关没有关 那你就坐不住了 火关没有关 或者有其他事情 那么通过这个游戏呢 可以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安静在神面前 把那个脑袋所想的其他东西 把它放掉 来有个共同的聚焦点 有个查经的愿望 还有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游戏呢 我们拉近彼此的距离 实际上我们每个星期只有一次聚会而已 小组的弟兄姊妹 一个星期不见 有可能好多他生命中发生的事情 你也不晓得 通过这样的分享 产生于一种愿意分享的这样一个气氛 还有呢 当然 那么通过这样的游戏 等于不同的游戏 它有不同层次 我们有六种category 给您里面更多的身交 让我们能够彼此坦诚 所以说 这个不是说只是玩一个game 打发时间而已 或者拿来等人 不是这样的 是有它的目的的 所以它不是来打发时间的游戏 所以说我们有六类的破冰游戏 那么这些都在网站上了 那么你们的讲义上面 第四页 有网站的那个网址 在网址上面你可以下载 也可以下载 也可以参考 作为参考 如果你 大家弟兄姊妹 在中的每一位 你有绝对好的游戏 可以推荐给我们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网站上面 所以说 这个通过游戏 我们能够相互的认识 鼓励主员能够参与 能够深入了解 然后呢 谈对精神 还有传扬福音 所以我们有这样六类的 那么传扬 还有熟悉圣经 从六类的这样的游戏 所以不管你认识对方多久 我想都可以从这些游戏当中 我们可以加深更一步的了解 然后我们能够在彼此一起配搭 配搭服侍神 感谢神 我们把时间抢回来了 那么我们下面 下面我们第一段的 那个时间 我们就到这里 这个单元是讲到神的话 所以我们可以翻开到讲义 讲义的第十页 那这个泡泡你还没出来 没关系 我们就先看讲义吧 那我想刚才我们稍微有操练一下QT吧 那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 刚才QT的经文 其实是我们故意选这一段的 因为特别难 所以如果你这一段可以突破了之后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 那 那其实大家就生儿养女吧 但是呢 我发现大家其实都 分享得非常好 所以其实 虽然看起来很困难 但是你发现 当然压力一来的时候 什么东西都挤出来了 所以很多时候 可能自己在家里QT的时候 可能没有那个压力 所以有时候想半天想不出来 那你发现其实那个潜力是无穷的 那神的话在这一个部分 其实我们要做的 并不是说是一个技术上说 我们怎么样更好去带领小组 因为这个是需要经验的 那我觉得这一次 我们所要做的是 这个观念的调整 因为小组的这个眼睛的部分 跟我们平常的这个查经班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的不同 所以我们必须先把这个方向 先改正 改正之后 我们才有办法怎么样去更好 去带领小组 那么在小组里面 我们分享神的话 这有用吗 那在讲义上 我们就看讲义吧 看讲义 那 那神的话的一个目的是行道 行道 那如果我们翻译一下 后面Powpoint的这个部分 我们翻译一下讲义 后面Powpoint的第四页 就从38页之后的这个 Powpoint的第几页 看 它这有好几个第四页 就第四页 第四页 这边提到这个基督之家 第五家三大事工 有装备造就福音外展 跟团契小组牧养 那你会发现其实呢 我们今天我们小组的一个关键是在于牧养 所以呢 神的话的一个目的其实也是会着重在牧养的部分 而不是一个教导的部分 那教导的部分我们会放在这个装备培训的这一个栏位里面 那这个栏位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主日学了 所以我们鼓励每一个小组长其实在教导装备的这个部分 其实多多参加去这个主日学的部分 那小组的神的话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行道 行道 那行道其实就是这个生命的应用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到我们现在的基督徒 我们知道比行道多的 知道我的意思吗 知道这个道理 比这个行出这个道理还多的 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 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所知道的道行出来 全部行出来 那我相信我们下面很多都已经是保罗了 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其实知道很多的 所以不要觉得说 哎呀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好像没有收到装备 其实我们比过去这些的使徒 甚至过去初代教委的信徒 我们知道的非常的多了 因为我们有整本圣经 以前那个圣经还要一卷一卷去流传 对不对 所以但是我们缺乏的是什么地方 行道 怎么样去应用 怎么样把它行出来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是我们跟初代教会 最大的一个不同 因为他们行道的部分是非常强烈的 那个部分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所以在小组的神的话的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会关注在这个行道的部分 当然神的话的一个关键就是侍奉了 那在了解这个神的话之前 我们要先知道这个学习 有三个主要的范围 那在这个PowerPoint上面已经提到 一个是知识性的 一个是技术性的 那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感受性的 请问你们 华人教会比较偏重哪一个呢 所以答案一致 其实这个不要说华人教会 其实整个华人的文化就是知识性的 对吧 所以如果你们在这个 不管是国内台湾 香港 有没有你们来哪些人是升学班的 有没有 很多都是升学班的 对不对 就是要考大学的 就是 我们以前有分 在念书的时候有分升学班跟放牛班的 放牛班就是 这些人已经考不上了 去放牛班吧 随便你读了 那升学班就是 一定要升学 一定要去这个 去做这个知识的这个 培训 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教育的系统当中 你会发现 很重于知识 一直的灌输 一直的灌输 但是技术性跟感受性很少 所以在我这个升学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发现 很多的课我都没上了 第一个音乐课不上 因为这个是属于 感受性或技术性的 体育课不上 然后美术课不上 因为华人不重视这三个东西 比较重视什么 数学了 所以美术还当数学了 然后这个英文了 然后还有这个国文 反正就是要考试那些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很习惯这种知识性的 相对来说 在教会的茶经里面 小组里面 我们也很习惯走这个方向 那这个方向呢 其实也不是不好 这个知识很重要的 但是呢 你会发现 知识性 如果只有做知识性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危机 因为知识性的危机 就是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自己想要的 但我们不想听的 不要的 我们会自己选择把它放弃 但是有很多时候 我们不想听的 我们不爱听的东西 其实是对我们生命 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 从知识性 慢慢变到这个技术性 跟感受性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我们只要做好 知识性的这一个部分 其实很简单了 如果在传统的这个教会的这个查经里面 我们是靠知识性 那知识性怎么样去做呢 就是靠一个很强的讲员 对吧 一个功力很深的查经组长 那这个当然是很好的 但是当教会大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要在每一个小组 你去培养一个非常能够讲的 查经很好的 圣经知识很强的这个组长 那个很难 因为要很多的这样的人 那这个需要很长时间的神学的训练 然后很多的这个知识的装备 才能够达到的 所以呢 其实你会发现 从知识性来看 整个教会的发展会有一个局限 因为很难有很多人可以进到 这个知识性的这个教导的里面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在将来教会的一个发展里面 会多放在这个主日学的里面 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多参加主日学 因为那个会比较focus 那技术性的需要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说知识性是靠教师 技术性就是靠教材 教材 所以技术性其实也不难 有好的教材编排 我们按着去做 那重复去操练 那个技术慢慢会成熟 所以现在教会用五个W 这个查经的资料 其实多半是有一个技术性的 但是在小组里面 更重要的是感受性的 感受性呢 这个有时候不是逻辑的 但是呢 这个是一个经验的分享 那感受性要靠的就是行动 行动 所以在这个小组的里面呢 我们会放进这个游戏 放进这个很多的互动的讨论 包括之后 照常会介绍神的功的这个部分 其实都是很多的行动 那这个行动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只有行动你才会产生经历 那那个经历可以加深 你从神话语来的那个智慧跟那个知识 所以这三个部分 其实在讲义上面都有 那我就不太多去谈这个部分 那将来我们小组的这个目的 或是这个神的话的一个内容 也会比较多 这个偏重在这个感受性的这个部分 那首先我们要先 也不要害怕 因为人的感受是很复杂的 当然在这个 这几次的这个小组查经当中 我相信也有一些的feedback 就觉得说 好像这个讨论啊 各方面有时候会离题 对不对 离题 那这个离题是正常的 因为每个人的感受 有时候是不一样 对神的话语的感受不一样 那我想怎么样把这个离题的这个部分 抓回主题 那这个是我慢慢在这个 之后的训练当中去学习的部分 那这就是比较技术性的范畴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小组中的这个学习过程 好在讲义上的第十页跟十一页 那首先呢 我们要先看这个第十一页 有一段话 在第一大段的最下面一句 就是说作为组长 我们有责任去帮助组员 不只是满足知识与技能的追求 而是进一步的去经历跟应用 这个是整个小组 组长我们在学习这个神的话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帮助组员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就不是只满足这个知识跟技能 有些时候我们得到知识 得到技能 其实是很痛快的一件事情 好像我们觉得懂很多了 但其实这个不是小组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去经历 怎么样去应用 怎么样在实际的生活当中 去把神的话活出来 这个是小组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所以这边有一个图 一个图在你们讲义上面也有 在整个感受性的过程当中 这个教导的原则大概是这样 所谓的原则就是所谓的圣经 就是圣经的真理 但是我们传统的期待的一种方式是怎么样呢 如果是传统知识性的一个学习的话 我们期待可以从原则直接到价值观的改变 其实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什么意思呢 就好像是说我今天在台上 我就对着大家讲道 我就期望我讲完你们生命就改变了 这个很困难的 很困难的 但是在我们过往的这个查经的操练里面 其实我们常有这样的心态 觉得说我只要带完查经 我只要讲完道 大家就全部自动改了 你就会发现查了十年没有改 因为这个不是人价值观改变的方式 人价值观的改变的方式 特别是成人 往往不是从直接的原则来 我知道原则就能改了 你从我们生活经验就知道 神要我们温柔 你温柔了没 知道吗 对不对 我都知道要温柔 顺服 我顺服了没 所以真正价值观的改变 不是说我们知道什么东西 你知道什么东西没有用 重点是在哪里呢 经验 经验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原则 我们在生活当中开始产生经验 我不温柔的后果是什么 或者说我不顺服的后果是什么 有那个经验之后 我们有一个回馈 有一个非贝 我们重新去思考这个神的话语 原来真的是这样 如果我不温柔的时候 我发现我晚上我太太就不给我煮饭 如果我不顺服的时候 就会有什么问题 那个就是一种回馈 然后你就开始去思想 神的话有道理 所以这种的回馈 其实在什么地方 你最容易去操练 真言 对不对 真言有很多这种生活性的这种的应用 所以你会发现 当你按着这个真言里面的教导 你去经验之后 你再回馈 那段经文你记得非常熟 而且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然后价值观的改变 才会产生改变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所以小主神的话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其实是在中间的这个部分 在我们彼此的分享当中 在QT 每周的QT我们去分享 然后在查经的这个分享当中 我们慢慢去经验 这个神的话语怎么样 在我的生活当中产生效用 然后在神的功里面 我们实际去操作 然后开始有一些回馈 之后才会慢慢产生这种价值观的改变 所以这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学习的过程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五个部分 就是团契小组的这个造就时间 造就时间 那特别请你们把这个造就 这两个字把它画起来 因为非常重要的 因为小组团契一个最重要的功能 是造就 造就 所以不管是我们在查经 我们在破冰 我们在分享祷告 其实我们要带着一个造就的一个目的 跟造就相反就是拆毁 我们不是去拆毁别人 但是要注意造就的话是好话 但不一定是好听的话 懂吧 是好的话 我们讲的话可以造就别人 但不一定是好听的话 也许有时候是一种责备 一种劝戒 但是如果小组里面有这种造就的心的时候 其实别人会感受到 觉得说即使我被责备 即使我被纠正了 但是我知道你是爱我的 这个是小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所以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让神在圣经的末世当中 对我们讲话 也透过这个感受性的一个学习过程 带来这个价值观念的这个改变 所以我们刚才做了这个QT QT这个八个问题 在将来的这个查经资料里面 我们其实会放了几个主要的问题在里面 那这几要的这几个问题 其实跟归纳法查经有一些类似的地方 那这些主要是引导我们慢慢去思考 怎么样去把神的话语更深的去讲出来 那首先我们要先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在圣经的这个本质上面 当然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 那有些时候我们在接触这个新的查经法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说 有这么多的不同的意见 到底哪一个是对的 那这个我们要先明白整个圣经的一个本质 因为在圣经里面有所谓的原意 原意 就intended meaning 原意 还有它的权意 就是full meaning 那什么叫做原意 我们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 那边提到说 神对亚伯拉罕的说话 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 那个叫做原意 什么叫什么意思 就是这几千年前神对亚伯拉罕讲的话 神要亚伯拉罕这个人离开本家 到他去的地方 所以请问这句话是单单对谁说的 亚伯拉罕对不对 那这句话可不可以用在我们身上 请问你 可不可以 所以有的不可以 有的可以 所以就看你是讲他的原意 还是他的权意 懂吗 如果是圣经的原意 是神要亚伯拉罕这个人到 出去 离开本地本家 这是原意 但是呢 神仍然可以用这一段经文 对几千年后的我们来说话 这个就是圣经的权益 叫for meaning 也就是说经文可以比原本这个作者的原意 有更丰富的一个意思 所以其实这个在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在应用的时候其实也是的 我们所应用其实圣经的权益 权益这个有时候 虽然有时候好像有点天马行空 好像跟这个圣经的原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 但是如果你仔细去思想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就是圣经所奇妙的地方 它总是可以跟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生活当中 产生一点的关联 那个关联非常重要的 所以小组长呢 我们在做带领查经的时候 你要非常注意那个关联性是什么 虽然有些时候你会发现 主缘所分享的到底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好像不太一样 但是你要慢慢去思想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它的背景是什么 为什么它会分享这个东西出来 那其实这个是神的话 对它所产生的一个影响 那可以帮助我们更多去认识这个主缘 那其实还有很多 比如说这个亚伯拉罕不是取的这个公羊吗 现为凡计要替代这个以撒吗 那原意就是一个公羊替代以撒 但是你会发现权益 当然就有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工作在里头了 那当然我们要知道 这个圣经 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感受性 还有强调这个造就 那这个在这边没有的 这个圣经 是一个道成肉身的文字 道成肉身的文字 所以这个神的话是圣经 但是这个神的话 也是要进到世界里面去改变我们的生命 所以当我们在带领茶经 或是带领神的话的时候 请记得四个字 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 我们不是把一个非常高深的神学要告诉别人 而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高深的神学实际应用在生活当中 这个才会有用的 因为我告诉你很多的原文 我告诉你西伯来文 希腊文 好那你听了 你听得很高兴 我懂了这些东西 但问题是跟你生活有什么关系 这个很重要 所以作为小组长有一个很大的责任 学习道成肉身 如果我们要去讲很高深的神学基础 其实这个我告诉你 这个非常简单 你只要去学一些的这个神学上点课 你读一点神学书籍 你可以讲的头头是道 但没有人听得懂 这叫神学 但是小组长有一个最大的责任 就是把圣经的话语 可以最真实的活化在生命当中 这叫道成肉身 所以这个是小组长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那当然在小组的这个代理的技巧当中 也要记得 这个当然有些小组可能都是基督徒了 那没关系 那有些时候新来的时候 有些新人或者是一些木道朋友的时候 那我们在措辞用语的时候 就要非常小心了 就要减少那一些所谓神学的术语 或是那一些人家听不懂的那一些术语 那我最常举的例子就是交通 对不对 我跟你交通交通 这个我们教会很清楚 那人家就想说是哪里阻塞了 是吧 交通阻塞 那个这个是当然是某一个程度了 但是我们在面对这个新人的时候 或是木道朋友的时候 这一种的文字尽量减低 甚至我鼓励 即使面对基督徒 这一些的所谓比较属灵术语的部分 我们把它减低 因为这个会增进 跟我们这个生活更加的贴近 懂吗 因为你平常你跟你太太不会跟她讲说 我们来交通交通吧 对不对 好我们来谈谈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个更贴近我们一点的生活 那可以更把这个神的话语 在现代的时候我们去解释出来 当然很重要的 这个圣经也是透过圣灵所写的 所以当我们要去带领查经的时候 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祷告的功课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 那小组的这个造就时间 这个每一个这个小组长 还有包括组员 我们是学习作为一个造就的人 就运用属灵的恩赐 去造就其他的肢体 所以当这个小组成立之后 其实我们要慢慢 组长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任 这个组长不要把它跟带查经 化成等号 这个不一定是等号的 组长最重要的职份是挖掘 小组员的恩赐 恩赐 所以为什么这个游戏 破冰游戏很重要 你更多的去认识组员的时候 你才知道 原来这个人适合做什么事情 所以小组长一个很重要的职份 就是在每一次的聚会当中 你挑选不同的组员 去做不同的侍奉 比如说有些人也许很会查经的 很会带领这个整个这个查经的气氛 你可以让他去带 有些人很会破冰的 他可以很活泼的 你就让他去带游戏 有些人很会祷告的 你让他去带领这个祷告的部分 所以这个小组长的一个责任 其实有更多的一个部分 其实是做一个coordinate 帮助这个组员去侍奉 然后你让这个推动这个组员可以参与 先在小组的这个侍奉当中去参与 慢慢的再去参与这个教会的侍奉 所以当然在侍奉的过程当中 我们学习做造就 用恩赐去造就其他人 然后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这个是在这个从敬拜 时间完了 我们就转进这个神的话 然后为这个祷告 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在这个第三点里面 我们作为小组长最终是一个引导者 而不是一个教导者 所以教导者是说 我自己一直来讲 50分钟全部我来讲 就像现在一样 这个叫教导者 但是呢 在小组就要避免这样的一个方式 应该是一个引导 其实在小组的里面 其实组长他所做的是一个调整的工作 是一个引导的工作 那其实让组员更多去分享 其实这个是小组的一个目的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在这个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这个需要慢慢去调整 因为像我们做教导的人 其实要我们教导就是20分钟 30分钟 然后就很习惯了 开始讲 讲得很痛快 讲得很多 想把我们所有的东西要掏出来 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时候 你在小组里面就要稍微克制一点 少讲一点 你可以去思想 这一些组员所讲的话 是不是有天泥真泥的地方 那在这个时候你可以适当去教导 但是在绝大多数的时候 你慢慢去引导每一个组员去分享 去分享 我知道对于作为一个教导者 如果你已经是组长 你带很长的茶经的时候 这一段时间是非常难熬的 非常难熬的 因为我们人有一个习惯 就想说 你讲这什么东西啊 我来讲好了 我来讲的比较好 对不对 我来讲的时候可以更丰盛 这是我们人内在的一个问题 那有时候很难熬 会觉得说 很想跳出来 我来做英雄 我来讲一下 但是呢 我们作为组长的时候 我们要容许 组员有比较粗浅的分享 甚至有一些错误的分享 让他们分享出来 我们知道他的问题 然后我们用温柔的方式 我们慢慢去把它改正过来 因为如果他们不去分享的时候 我们不会更深入知道说 其实每一个人在这个认识神的话语当中 都会有一些问题的 那包括我们自己在念也是一样 所以带领者做引导 而不是教导 那做引导的话 就是鼓励组员 我们一起来分享 那在引导讨论跟分享的时候 也鼓励这个组员要学以致用 那这个应用 当然就是要比较实际一点 是亲身可以经历的 是实际可行的 而且是最好在生活当中 可以去应用的 所以像刚才 我们的QT 生儿养女 你怎么应用啊 我争取回去35岁再生一次 是吧 当然有很多应用 从生儿养女 我们可能想到说 最后他生出了亚伯兰 生出了亚伯拉罕 那这个是很伟大 那我的目标 把我小孩生成亚伯拉罕 培养成亚伯拉罕 那当然就是一个信仰的传承 不单只是我们肉体上的供应 信仰传承 那怎么样在信仰传承 那就更实际了 对不对 我回去是不是要带领 我的小孩进行QT呢 我是不是要给他们 有一些信仰的教育呢 那这个就是一个实际的应用 那当我们分享出来的时候 在小组里面 这个组员就为这个事情 我们去代打 然后比取去侍奉 然后帮助大家一起前进 好那么小组长 是需要预备的 因为现在这一种的查经方式 跟以前不太一样 以前这个教导式的查经方式 比较简单 那就是来大家一起预查 大家知道大家有哪个问题 好吧那就查吧 但是呢在这个 这一种新的这一种小组的 这个查经方式的时候呢 是需要 其实要多一点的预备的 多一点预备 也许你不需要来教会预查 但是呢 当你达到这个查经效材的时候 你要稍微去思考一下 这一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 虽然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是用应用式的问题 但对于小组长来说呢 整个经文的那个原意 那个解经的部分 其实还是不可少的 还是要自己稍微看一下 那个解经的那个教材 然后有一些的预备 当然这个个人的预备很重要 特别是组长 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那这个功课就是 每天要为你的主缘来祷告 每天为你的主缘来祷告 那这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 其实你会发现 破冰啊 或是游戏的这个部分 这个人跟人之间的 那个交往的 这个亲密度啊 其实 有时候那个效果 还不见得是最好的 那怎么样去增加 我跟你的这个关系呢 其实最重要的是 我帮你来祷告 我帮你来祷告 虽然对方也许感受不到 但是你的祷告 一定会产生效果的 你会发现说 当你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 你会发现 很奇妙了 你对他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然后呢 当你对他的感觉不一样的时候 奇怪了 他对你的感觉也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为一个人祷告 你付出爱心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对他眼神是充满爱意的 你对他眼神是充满关怀的 所以别人是可以感受到那种温暖 那你会发现彼此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加融洽 所以小组长一个很重要 当我们在预备神的功的时候 那个祷告非常重要 每一天为小组来祷告 为小组员来祷告 你为他提名代祷 然后呢 在每一次的聚会前 你也为了这一次的聚会来代祷 为了这一段的圣经来代祷 然后这个场地的预备 当然这个我们不多谈了 注意这个坐列的排列 当然在小组里面人不多的话 有一个圈圈 这个是比较亲近的 那带领神的话的步骤 这个我们刚才也操练过 我们先读这个圣经当中的这个经文信息 然后呢 我们就提出问题去引导这个组员去讨论 那用在这个应用的当中 然后呢 当然呢 你也可以分享在这个个人主日当中的一些的学习 但是这个我们之后会再提到 然后最后呢 我们在这个组员彼此代祷 结束这一次的这个聚会 那我们回到讲义 在这个第十二页这里 所以你会发现在新的这个查经的过程当中 发问是很重要的 那发问其实不容易 不容易 那这个是需要一点这个技巧 需要一点的训练 但这边在讲义当中有提到一些的训练 大家可以做一些的参考 但是呢 这个其实还是要在慢慢的 每一次的这个查经当中去归纳 首先呢 我们可以参考一些这个引导性的问题 在十二页的中间这一段 中间这一段 比如说谢谢你 还有谁呢 这个是一个引导性的问题 帮助这个组员去参与这个讨论 或者说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或者还有谁要分享 有没有其他的心得 或者是还有没有人要做补充的 那这个这些问题可以交互去使用 交互是使用 然后当这些问题完了之后呢 我们才做这个总结 就是在十二页的中间的这一段 C的部分 就总结这个小组讨论的要点 那这个总结不是说发表自己的意见 而是把大家的这个意见 总结起来 然后做一个复习 最后才做这个代导 好我们来看这个第四项 第四项 就是各种类型的问题 当然这个还可以很多了 也许你们在这一部分已经很熟练了 那如果你觉得说 我不知道怎么问问题 怎么样带领这个小组去 去参与讨论 那这些都是一些的这个 一些的guidline 第一个就是探索性的问题 当一个段经文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探索这个经文的内容 到底在教导些什么 比如说 你可以问大家 你从这一段经文里面 发现了什么东西 学习到了什么东西 观察到了什么东西 那其实如果你们回去看这个QT 那八个问题 基本上就是前三题 前三题 所以你到底发现了这段经文什么 然后学习到了什么 神的属性是什么 还有这一段经文到底是教导我们什么 这个是一种探索性的问题 第二个是理解性的问题 就是去了解经文的意思 还有经文当中每个事物的关系 比如说这一段经文为什么这样说 比如说我们之前 我们曾经好像有一次的查经 是查到这个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一个理解性的问题 这个问那到底神的儿子是什么 人的女子是什么 那这个部分 怎么样去给予正确的答案呢 那如果你在预备的过程当中 你不知道的话 赶快email给观牧师吧 到底神的儿子是什么 人的女子是什么 当然有些神学的问题 在教会当中 那神学的问题 有些当然有不同的这个看法 但是我们尽量在查经的过程当中保持一致 所以呢 有什么事情问牧长 那我们会讨论之后 给大家一个这个 教会的一个比较中肯的一个答案 所以像这一类问题 你可以去问他 或是问这个其他牧长 或者呢 你可以参考一些的查经的资料 所以这个是 在组长带领查经的时候 自己的一个部分 当然这些查经资料 如果你需要的话呢 其实这个牧长也可以 可以做一些的推荐 还有说当时他指的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都是理解性的问题 那第三种应用性的问题 其实在每次的查经里面 都已经有这一方面的提供了 当然你也可以继续思想 那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我们每一次那个查经的资料 当然会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大家不是说 完全就一定照着上面的问题去做的 也许你在预备查经 预备这个带领的时候 你觉得说有一些的问题也很宝贵 那你就可以用那些问题来做一些的应用 所以应用的问题就是说 有什么可以应用的 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去实践的 那我们计划要怎么样去做的 这个是应用性的问题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五个 就引导这个引导讨论 那小组长呢 我们作为一个引导者 也要作为一个这个观察者 那首先我们要关注这个整个小组 他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 那这个当然上面有一些的技巧 在13页这里 这个关注就是说在言行举止 表达你的关心跟注意力 所以记得每一次小组员在分享的时候 你要给他一点关注的 作为组员 你要去看着他 然后你要对他表示这个关心的 而不是这个分散注意力 在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组长有这一方面很重要的一个 很重要的角色 那第二个就是这个观察的技巧 但是大家可能对观察技巧 都非常的这个敏锐了 那在每一个人的这个动作行为 都会表现出他对于这个课题的一个 一个反应 或是一个接受的程度 那这个我们在讲到的时候 就特别的 特别能够看到 因为站在讲上面一大堆人 其实在做什么 我们都看得一清二楚 特别你们做后面的 我们看得更清楚 所以有一些动作 比如说开始闭目养神 或者开始看手表 或者开始打哈欠 那我们就知道说该讲笑话了 那不然大家就受不了了 所以其实在小组的里面 也是一样 小组员在查清的过程当中 也会有一些的行为 会让你去感受到说 这个课题对他来说是不是适当 或者说他是不是有一些的难处 因为有些时候在讨论一些 比较深入的问题的时候 有些人会不太自在的 因为也许会 涉及到他内在的一些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小组要 小组长需要去观察 对方的这个态度是怎么样 所以这边有一些的这个行为跟感觉 比如说微笑点头同意 这就有兴趣或表达明白了 打哈欠凌事或是看手表 就是不厌其烦的 觉得时间太长了 如果皱眉或烧头 就是他已经很混乱了 那就赶快祷告结束吧 感觉混乱 那就要想想为什么混乱 是不是这个已经偏离主题了 那这很重要 当然听的技巧也很重要 我们这个上面特别提到 聆听跟听是不同的 听只是说你去记录别人在讲什么话的内容 但是聆听呢 你要从他对话的这个过程跟内容当中 去知道他内在的那个意思是什么 所以这个听的技巧 我们常常去听 所以一直鼓励大家 做小组长说不要太多 听要比较多 我们听更多这个组员去讲 然后呢我们把它记下来 为他们祷告 然后呢在每一次的小组的聚会跟查经当中 慢慢去设计一些针对组员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要去学习的部分 还有这个发问的技巧 这个也是我们刚才提到了 这个带领者不要讲太多 那疑问呢 有时候如果你不知道 怎样去回答的你不要硬回答 就说没关系我来祷告 或者说我下个礼拜 我去问问看这个教会的牧长 然后呢再给你一个答案 所以有些的疑问 如果不懂的有一些神学的问题 真的很难的 就不要说来我就 印着景象我就来回答吧 为了要展示我组长的气魄 但不需要 因为有些东西连牧师都不会回答的 所以我们不懂就不懂 不会就不会 那有时候像这个 有时候像这个 有些弟兄姊妹问我说 那段经文在哪里 我最怕这个问题 你自己去翻吧 我哪知道 很熟 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 实在记不起来 那就说我实在记不起来 我先把手机拿出来搜寻一下 所以人都有他的限制的 懂吗 所以包括小组长也是一样 我有一些问题的确就不懂 那没关系 我们就去问懂的人 然后再回来 回来去教导这个组员 所以不要害怕问题 也不要害怕说有些神学问题 我们不懂 没有办法在当下去回答 当下回答 回不出来没关系 下一次我们再回答 那其实有时候是加深他们的印象 加深印象 所以如果在这个查经的过程中 你有其他的问题 神学的问题 圣经的问题 我也鼓励大家把它记下来 记下来 记下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问这些的牧长 好 那么在小组的聚会 我们回到这个讲义里面 小组的聚会当中 可以用一些导向性的问题 那帮助我们去讨论 比如说这里有几个 有一个促进讨论的问题 比如说如果要获得一些的资料跟意见 你可以问说 你对这个点有什么看法 其他要点是什么 有什么例子 可以去说明 所以这个可以 可以去获得一些他们的意见 或者说 你要进一步的去采明 某一点 想要知道说 他讲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是什么意思 然后你可不可以进一步的说明 所以这一些我想大家可以回去去看 那我们要看的部分是说 在发问的时候该注意的部分 在第15页这里 第15页这里 那第一个就是说 你不要害怕有这个沉默的时候 有些时候呢 小组的确需要一点时间 让人去思考 去思考 所以呢这个 让人家一个思考 然后你再去 再去问说 有没有要分享 当然在带小组的当中 也有一些的这个技巧了 因为小组里面 也不是只有一个组长 对不对 还有一个实习的这个组长 慢慢要把这个制度建立起来 那如果有实习组长的时候呢 那实习组长就要办理一个 非常重要的角色 叫做暗装 懂吗 暗装就先埋在里头了 所有的问题 他都会回答 而且他也知道怎么回答 所以真的 实在没有人回答的时候 这个时候实习小组长 把它套出来的 然后他就开始带领大家 把这个问题把它回答出来 有第一个 你就会发现 就会有第二个 然后再来第三个 第四个就会出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技巧 然后第二个 就不要问 是或不是的问题 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或不是的问题 就是说 你问一个问题 他只能说是 只能说不是 比如说 我问一个 你是罪人吗 是 之后呢 就据点了 对不对 你就没有可以再讨论的地方了 所以避免这种 是或不是的问题 因为这一问出来 基本上就是结束这个问题了 当然也不是一直发问 让主言慢慢去分享 好 那也不要让 这个其中的一个人 这个操控局面 因为在小组的当中呢 特别我们在第一次的破冰 你就会发现谁比较爱说话 所以那个爱说话的人呢 常常会操控整个局面 每次都是他在讲 每次都是他在讲 然后别人 没有人就 别人就没有这个 分享的机会了 对不对 那组长呢 就要小心 就要特别 当这个 还有这样的情况说 你最好是先 让其他人 有这个分享的机会 你可以问问看说 某某弟兄 某某姐妹 你有没有什么要分享 当然不要随便批评 这个在 这个小组的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说小组是造就 造就 所以当然在分享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人会讲错的 那不要一讲错就马上说 这个 你错了 你悔改 你是异端 这个 这个很伤人 懂吧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懂神学 这种东西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说 什么这个异端到底什么 甚至有一些是这个 新人木道朋友的 所以很多时候 当我们在 做调整的工作的时候 记得用比较温和的方式 温和的方式 你可以说 这个这个道理很有意思 你的意见很有创意 但是我们圣经好像是这么讲的 那就比较 比较会伤人 因为我们慢慢是调整一个人 去对的地方 当然在小组当中 有时候会有一些 劝戒什么的 但你要知道 就算有人犯错或犯罪 不管是在小组或在教会里面 一个原则 我们重点不是要把他骂得狗血淋头 重点是要让他悔改 然后做对的事情 所以在小组里面也是一样 当有人犯错的时候 我们也是帮助他去做对的事情 而不是我们就批评他 然后让他无地自容 这个不是小组的一个功能 还有不要超过时间 不要超过时间 特别是在很熟的小组里面 有些时候时间会拉得太长 太长 大家谈得很开心 然后欲罢不能 所以从晚上7点谈到11点 不行的 小组长要严格的控制时间 虽然你会发现 好像大家气氛不错 但我告诉你 总有一两位会觉得说 你们什么时候结束 虽然好像大家看起来 参与到11点 但总会有一两个人会觉得说 我要回家了 你什么时候玩了 我要回去了 所以时间一定要控制得非常好 即便是我们很熟的想在一起 拜托先祷告完 散会了 你们想要在一起再说吧 所以时间的控制很重要 特别是有新人来的时候 那个时间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结束 那个要拿捏得非常的精准 让大家觉得说 我来不会别人说 每次来又要拖到半夜 那这个会变成一种压力 所以不要超过时间 那么带领神的话的这个程序 这个就是一个总结了 这个是一个引导 而不是教导 这个我们要常常记得 还有分享经文 而不是讨论牧师的正道的内容 那大家有些时候 在牧师的正道 也许会跟这一次的经文 是有关系的 那讨论牧师的讲道 没有问题的 但是重点是在经文 是在讲什么 或者说牧师的这个看见是什么 而不是说 来我们来讨论一下 上周牧师哪里讲错了 哪里讲得不好 或者哪里是有问题的 我们来批判一下 那这个完全就脱离主题 而且这个完全不会造就人 不会造就人 所以重点是说 我们怎么样去回到 那个经文的里面 我们去学习 还有再来就是 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分享 那使用这个无界限的问题 那这个所谓无界限的问题 就是说你这个问题 不要有太多的局限 其实你在这个发问的过程当中 你也容许每个人 有这个其他的问题会产生 说说不行 你这个离题的我不回答 其实有些时候 别人问到一些其他的问题 其实也许跟 也许会让我们产生一些 不同的这个 不同的这个反应 对不对 比如说因为我们在每个人看经文的这个角度 有时候不一样 就像刚才生养众多 那有些人也许就是说 我的着重点在生养众多 对不对 但我也听到有些弟兄姊妹 他着重点就是说 为什么人活得越来越短 对吧 一开始五百岁到最后只剩下两百多岁 到现在到一百多岁 那是什么问题 那不同的这个角度去看一段经文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整个经文是非常丰富的 非常丰富的 好 然后以问题去回答 所提出的问题 当然这个是一个trick 当然就是说 当然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是用引导的方式 其实这个是有点 接近这个辅导的一个原则 当我们要去 引导一个被辅导的人 他内心到底在想什么时候 我们都是用问题去引导他的问题 他一个问题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说 那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那你当时想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你想的这个 有什么样的情绪呢 这个叫做问题去引导问题 然后第六个就是这个 带领者不是百科全书 所以不要尝试说 我所有的问题都要会 那其实有些问题不会的 如果答不出来 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我们人本来就是有局限了 那最后记得彼此代导 彼此代导 在任何的 任何的这个查经啊 或是小组里面 这个彼此代导的工作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彼此代导 有时候也许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比较尖锐的一些的部分 或者说一些意见不同的部分 那这个时候透过彼此代导 可以把那个关系 重新把它抹合起来 所以这个其实是小组长 在进行这个神的话的里面 一个只要的原则 当然这个都是要慢慢去操练的 一开始听起来好像 哎呀怎么去发问 怎么要去做 没关系如果你会发现说 这个不会发问的 总有在你这个小组员里面 有会发问的 那就让他可以多去设计一些 这些讨论的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要再重新去 这个去思考 这个小组的长的责任 绝对不是说我 从一到终全部是我在做 从敬拜破冰到查经 都是我在做 小组长一个最重要的责任 就是去挖掘分子 去coordinate 去帮助弟兄姊妹去侍奉 帮助弟兄姊妹去成长 那我们有一个心态就是说 如果有一个人比我表现优秀 感谢赞美主 表示你是很好的小组长 如果有人发现说 带了半天 都没有一个人来取代我的 那你是失败的 你是失败的 一个真正好的教师 就是能够教出一个 比他更好的学生 所以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 也是一样 如果这一个弟兄姊妹很有恩赐 我慢慢去培养他 慢慢去鼓励他 甚至将来他取代我 或者说取代我做小组长 我去开拓另外一个小组 这个是我们在发展小组里面 一个很正确的观念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慢慢在学习 神的话 或者带领小组里面的一个 重要的须知 好 所以我多给大家留了八分钟 所以现在是吃饭吗 所以 吃饭祷告 好吧 那我们就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求神继续来帮助我们 能够在这一堂的这个课程当中学习里面 我们能够更明白怎么样去带领小组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赞美你 这是看见我们众弟兄姊妹愿意 花这个时间 我们在主的面前 我们一同来学习 我们一起在这个小组的这个事奉当中 我们学习怎么样更好去造就弟兄姊妹 也来帮助我们自己 能够更好的成长 求主 你亲自赐给我们智慧能力 因为很多的事工是新的开始 我们不是很熟悉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慢慢去做 但求主 你让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 主与我们同在 第三个单元 见证 那么见证 我们在五个W里面 五个W里面 其中一个W就是见证 Witness 那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我相信都做过得救见证的 你受洗的时候都做过得救见证 只是可能这个得救见证已经很多年了 你现在都忘记了 或者你现在 你的得救见证很长 所以你当你面对目到有的时候 你很难用得上你的得救见证 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这 见证这个单元 我们想跟大家再复习一下 这什么是得救见证 然后也再复习一下 什么是生活见证 然后待会我讲的很短 然后待会有两位弟兄 一位来做得救见证 只跟大家Demonstrate一下 你因为我们那个测验 其中有一道题 就是三分钟的得救见证 希望你把它写下来 所以说这是为了我们在做个人步道 或在做外展的时候 必须一定要用到的 好我们首先来看 我们的单章上面 我们那个讲义 首先见证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经历的 经历到神的带领 经历到神的话语的供应 然后你才会有这样的见证 那么我们每个人信主 也是很多的其他的那些基督徒 他们自己生命的见证影响你 像我自己 我刚开始接触的第一个基督徒 是个美国人 所以大家有些弟兄姊妹知道 我第一次听福音是在哪儿听的 加拿大 在飞机上听的 有些人还记得 他带我去坐小飞机 所以我第一次听福音见证 隔神很近 在天上听的 我下了个半死 那个小飞机看到下面很害怕 我看到下面就像坐在椅子 提在天上一样的 他看得出来我很害怕 就跟我讲了一句话 他说你知道吗 基督徒不怕死的 我也听我更害怕 我想你不怕死 我怕死 然后他开始跟我讲 为什么他不怕死 就开始讲福音了 这上次一个很好的一个proach 但我们不是每个人都会开飞机吗 把福音开到天上去 问他怕不怕死 跟你讲 跟他讲你不怕死 所以说我们每个人 都在生命中 我们都会经历得过神 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经历 来跟别人分享 然后引入 让他们对这个救恩感兴趣 所以说 基督徒的见证 不但能够使神能够得荣耀 让人能够认识神 也能够激励弟兄姊妹 实际上见证 我基督徒之交 二十年 到这边二十一年了 每年的受习见证 我都会参加 每一次的受习见证 我都会参加 因为我非常喜欢听弟兄姊妹的见证 因为每个人的见证都不一样 你就看见神在 在那个弟兄或姊妹的身上的作为 所以见证能够使神得荣耀 让人帮助人 来个认识神 帮助弟兄姊妹 莫道朋友来认识神 所以在当你在小组里面 如果有一个莫道朋友来的时候 那天的见证 如果你预先知道 你就可以安排有弟兄姊妹 来做得救见证 那个得救见证 事先要准备的 所以今天我讲的 也是要做准备的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一个小组聚会 邀请了很多很多的 木道有来 弟兄姊妹花了很多功夫 准备饭食 但是呢 我不是说这个不好 这个很好 但是没有预先的去计划策划 所以说这个果效 就是可能就没有这么好 因为他来了十几个 或者七八个 像他里面的 对福音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有预先准备 你可以针对性的跟他们谈话 安排计划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在小组 我说每次小组聚会 就像一个布道会一样 你要去安排的 特别当小组有新人来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得救见证 那么得救见证是人的需要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在哥林多后书 五章十一节讲说 我们既知道 主是可畏的 所以劝人 这话什么意思呢 因为还有最后一个审判 我们都知道那些没有认识耶稣基督 在他死之前都没认识的话 他的结局是很可怕的 你相信这个吗 你相信的话 你竟然应该对这些人关心的 我们的那个大使命里面 大戒命大使里面都包含了爱 大戒命 爱神爱人彼此相爱 爱神反映在爱人上面 爱神是隐藏的 爱人是显明的 那么我们爱人的一个表现 就是说对那些不信主的人 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相爱 但对不信的主的人 我们要祷告中常常纪念他们 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负担 就给他们传福音 Mother Teresa说过一句话 她说爱的反面词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这个 她说爱的反面词不是恨 爱的反面词是什么 冷漠 我这句话对我很touch 因为很多时候是我 因为我们的冷漠 所以那些目道友 他没有机会来认识神 那些人在我们边上走过 我们都没有想到去 我的同事或者邻居 我们有想到过为他祷告 我们也有想到去邀请他 来参加教会 也是特别的聚会 所以说希望我们通过 这样一个我们的意向分享 小组长的培训过后 我们从小组里面 在神的功那部分 我们能够有些改变 那么首先来看得救见证 人的就是是人的一个需要 也是神的一个命令 所以你们往普天下传福音 给万人听 我想这些话我们都听得太多了 21年没有21次的宣道联会 这些可能这些经文 可能都讲了不止一次 但是我们要行出来 今天早上卓牧师说 知识可能我们最丰富 但行道可能是很缺乏 所以我们求神联名 让我们有个行道的心 不光是有一个听道的耳朵 也有一个行道的行为 我们有听还有行 还有也是个新生命的必然 因为我们得到了 这样上好的福分 所以我们也要去分享 那箴言书十一章三十节说 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 有智慧的人必能得人 是因为我们先得了这个生命 所以我们想成为神 赐福的一个载体而已 我们得了这样一个生命 我们就希望能够 把我们的福分能够传递出去 是一个新生命的必然 因为我们信仰是个生命的信仰 我们很自然地就会去来回应 那么也是爱的回应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讲 原来基督的爱激利我们 因为我们想一人寄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我想这次也是保罗 他在爱的激利下面 他不管得失不得失 他都传福音 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 把自己限制了 我们把自己限制 认为这个不可能 我自己以前就是这样的 我去在2002年曾经去过塞班岛 去参加塞班岛的短宣 那么那次塞班岛的短宣 甚至我是给逼去的 因为我本来是不想去的 然后官牧师找到我 他说就我一个弟兄 你让你和我去做伴吧 我说那边都是一些女工 他们不是讲说摊访不方便吗 那边又热 他说那我一个人去 你来和我做伴吧 所以我是为了 和官牧师做伴 但是又不甘心 所以我就祷告 我说神啊 让我在路上 有点机会传福音嘛 所以我传福音的对象 都是中国人嘛 所以我祷告都是 让我遇到一个华人 能够传福音 结果很奇妙 在飞机上坐到边上 都是美国人 从夏威夷到关岛的路上 我都祷告 在上飞机前 我祷告神 让我边上坐一个华人 我能够跟他传福音 就我坐下去 来了一个美国人 而且是女的 我感谢神 我长话短说 神让我第一次用 生平第一次用英文 跟他传福音 就后来下飞机 下飞机之前他信主了 因为很多时候 是我们自己限制了自己 你看我的英文很糟糕的 怎么能用英文来传福音呢 但我整个过程中 讲我的见证 我就讲我的见证 后来反正他真是有 那个人是有问题的人 他吸毒给抓住了 回来就要上法庭 他坐在上那边 回来就要上法庭 后来讲讲讲 他哭起来了 后来下飞之前 我带他信主 所以这个事 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 限制了自己 我们没有一个 为这个万民祷告的心 也就没有这样的负担了 所以愿意我们常常 做一个爱的回应 我们在爱 激励我们 常常为这些 那十四万的 为的致命来祷告 那么当然 做见证的目的是 为了挑起人 对神的兴趣 和归向神的心 而不是荣耀人 神的仆人 所以你见证中 你不要说 感谢这个 感谢那个 感谢牧师长老 感谢小组的弟兄姊妹 但是就没有感谢神 所以说我们 见证的目的是 荣耀神 见证神 而不是一个 神学的一个 一个 一个什么作品 不是一个 对神的知识 而是你生命的经历 所以见证是 对心说话 而不是介绍 神所赐的福 而是介绍赐福的神 其实侧重点是在神 你要不要讲半天 你得到这样 买大房子 找到好工作 那别人没有大房子 没有好工作 那他就不信主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 那个见证的目的 对象是 见证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 让他对神 有一个归须向神的心 还有得救一般 见证是三部 三部曲 就是你见证当中 你要讲你在 重生之前的 那个光景 你可以举些实力 比如说你那见证 可以五分钟 十分钟 三分钟 你可以讲一个很小的实力 你在信主之前 你要做的事情 但我信主后 这事情我不做了 你就可以引起人的共鸣 引起共鸣 那么见证的重点是第二点 就是重生时的经历 因为人他喜欢借鉴别人 他很好奇 你和我背景一样 你怎么能够信这位看不见的神呢 你怎么能够相信他呢 所以那个过程 你信主那个过程非常重要 你要把它讲得很详细 写的是把它写得清楚 然后重生后的经历 然后重生后的经历 也是一个重点部分 你可以强调你 重生过后 你的心 你的生命的经历 比如像你生命充满了平安 喜乐 一个蒙爱 你过去是愿意 常常是会去抱怨的 现在我不再抱怨了 你的人生观的改变 还有你常常过去不喜悦 来不了发脾气 那么信了足够后 我得到释放 能够克服我一些老的不好的习惯 当然在你得救过程当中 得救过后 你经历到神的一些供应 带领也可以的 也可以讲的 那么见证应该注意的 就是说你一定要预备 就是说要预备 今天上来的两位都是预备过的 我不是说您是找他们的 我是先打了招呼的 但是我不知道 预备预备是他们的事 但我打了招呼的 然后见证要真实 要夸大 我们神的儿女 我们不能撒谎 编析东西出来说 还有见证要简短 不是生平介绍 所以你讲见证之前 重生之前的经历 讲简短 比方从幼儿园讲起 一直讲到上大学 那就太长了 所以不是生平介绍 也不是讲道 你不是讲篇道 不是上神学课 而且你可以根据听众的背景 来做一些适当的调整 这个调整 你是在真实程度上的调整 在你的侧重点 这是一个 还有呢 那么生活见证 我就很简单的过去 我把时间留给下面两位弟兄 那么QT或其他的灵修 那么QT或QT县是我们教会 当然是其中一个主要的灵修的 还有其他的灵修 你在团体当中上可以分享这些 一些生命的经历 我想刚才我们在做查经的时候 大家已经很好的分享了 我觉得我们来做 我觉得好多地方准备分享很深层的一些东西 为什么发露 那么也讲到怎么样控制自己发露 为什么会发露 刚才我们小组 知道有很好的分享 我不知道其他小组怎么样 我相信都有很好的分享 所以这些分享就是你自己亲身的经历 你的失败 那么我将来应该怎样 在这个神的话语的经历下面 我怎么样来回应 来经历他 那以后这个 你得胜过后又可以回来分享 所以这个灵修分享就是说 它是很真实的 是你每天经历神的话的供应 或带领的一个经历 那带来就是生命的改变了 工作 家庭 亲子 这些实际的一些得胜的经历 都可以来分享 还有圣灵的提醒 那么圣经通过一个话告诉你 那么后来在你的生活中 这话成为对我的一个提醒 比如说我上个组织讲到 我讲到是上个组织吧 再上个组织 两个星期前我讲到 说今天我的一个目标是要 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这是我一次灵修的时候 神把这个话就不断地来告诉我 在我实践中我发现 我这个真的是我的一个弱点 我太太的关系当中 同工的关系当中 我发现我是我要克服的一个东西 我要学会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这就是我操练的 希望我今年能够得胜 好 那我把下面的时间交给 姚坚先吧 得救见证先 不要超过五分钟 我们来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 把他的十分钟的见证 变成五分钟 下面是Bio亮 QT 你可以在那边去 他不用 赵长老星期三的时候 是跟我讲过 我说你如果找不到人的话 再来找我 结果他就来找我了 不过 我以前是做过好多次见证了 神州团区的人已经听过N次了 以前教会 布道会的时候有讲过 短线的时候有讲过 所以内容还是有的 那我来讲讲我的信主经历 如果要有几个题目的话 就是神的爱胜过我的理性 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从小就是读书 读书读得应该还可以的 不是骄傲吗 从小就是无神论的教育 然后就是一步一步的读书 都是追求下一个目标 我是下过乡 那个时候在农村劳动的时候 我的目标就是回城 然后后来就上大学 目标就是上研究生 后来又出国 所以人的经历 实际上就是非常简单 就是追求了下一个目标 做一个好学生 很少去考虑人生的意义 其实中学的时候好像也想过 后来其实老师教的那些东西 其实自己心里也没有底的 什么为共产主义之类 我自己五分钟是吧 所以呢 但是呢 对我出动比较大 就是我出国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 是经过社会的变化最大 国家的变化也是最大 我记得我刚出国的时候 还为国内卖彩电 给国内买冰箱 因为那时候没有了 美国有冰箱了 但是当时对我一个很大的 一个很强力的追求 就是能不能 就是把我的祖国搞好 那我就特别崇拜美国 也特别崇拜一些 什么政治制度啊 民主制度啊 所以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我在这方面是非常追求 也很努力 也有很多的行为的啊 那么 但是后来慢慢地发现 其实 一些政治上的东西 其实也是很黑暗的 我发现美国其实也不是 我想象的那么理想 我其实也走了很多的国家啊 工作 在学习 或在工作的时候 我发现世界上 最第一个让我失望的 就是说 实际上这个世界 没有一个理想的社会 也没有一个理想的制度 也有一个没有理想的东西 让我来崇拜 所以我第一个 开始就是对福音有兴趣的 就是我偶像的破灭 就是说 对人 对制度 对这个民族 等等东西 这个偶像的破灭 那么就是在这个情况下 我后来到三地亚哥去做博士后 然后我们这个实验室里 有个中国人的基督徒 他就邀请我们到教会 其实我到教会 根本不是去追求信仰 我到教会去听主日学的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木道班 是学知识的 因为我在美国已经那么长时间了 据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 立国的一个国家 基督教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是很喜欢学习的 所以我就想听他们一门课 所以他们有一点像我们的基要真理 或者是木道班 从头到尾讲 它是免费的 而且几个月就能听一遍 我是很好 就像我从头到尾都了解一遍 但是去了以后就开始 就发现神已经带领我很长时间了 我第一次接受福音 还是在国内读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国内刚刚改革开放 就会经常邀请一些国外的专家来 国内讲道 我是在杭州 那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 就是陪着专家到西湖去玩 那有一次有一个很有名的化学家 我在跟他西湖两个人 他就问我有没有相信上帝的 我说我们是不会相信的 那当时但是对我触动很大 就这个人是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 他怎么会问我相信上帝 后来到了美国以后 也曾经经历过很多一些经历 我在伊利诺大学的读研究生 当时校园里边有一个人 就组织我们一些学生活动跳舞 而我现在想想实际上就是一种 福音的外展工作了 然后他就把我们邀请到家里去 跟他去祷告 然后邀请到各个州去玩 所以神家它是一种团契的活动 但是我当时去的目的很明确 我就是要了解美国的文化 就是看看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 所以我很积极地专家 他们所有的一切活动 但是对福音也没有兴趣 实际上我当时福音还是没有兴趣 但是神就是让我来接触这些人 其实让我慢慢地就是开始有福音兴趣 后来我道生两个就是到那个教会去 听那个木道班的时候 我就开始被吸引住了 就是开始慢慢地就是对福音有兴趣了 当时我觉得对我来 当时我有一个很错误的误解 就是说认识神就是要像读书一样的 就是把那个功课学好 我就可以认识上帝 所以我非常的用功 我最用功的时候 我一个星期要吃四次教会 团契 教会的团契 中文教会的团契 中文教会的礼拜天 还有那个美国人教会的崇拜 他们是另外一个星期三晚上 还有一个美国人教会的一些 是一个他们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很想了解 我还要去听他们课 甚至我还自己去跟人家讲课 讲科学 讲那个同位数测年龄啊 怎么样测时间啊 等等等等的 所以我是非常追求 我不知道我跟神的关系 是发生在这个信上面 我以为跟神的关系 是发生在我的理性的追求上面 我只要搞懂了就行了 但是搞了很多年 我越搞越累 越搞越糊涂 所以呢 我还是没有信 但是当当时人让我信的是三个人啊 那是真的是神的爱摸着我的心了 当时有一个人 她是一个台湾来的一个姐妹 她非常的谦卑地服侍我们的家庭 当时我的丈人丈母娘 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那个姐妹就是来给她看病啊 来给她捶背啊 然后每次要带她 就是非常的在生活上去关心她 我很少见的大陆来的一个女孩子 都是读书读得很强的 我没有见到那么谦卑的人啊 所以当时我讲 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新颖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当时 实际上查经班里面 带我们服侍我们 给我们做饭 带我们小孩的 全是台湾来的弟兄姐妹 那我们呢 就是敲着二栏台 跟人家辩论的 有一点像学术活动一样的 所以这个台湾人的姐妹 她对我们家的爱 对我的爱 让我非常的戳目 那第二个姐妹呢 也是一个病人 她是一个乳腺癌的晚期的一个患者 那她有一次在家里 就是邀请我们这些木道友到他们家里去 实际上她有一点是团契的活动 那我在团契里面很喜欢跟人家辩论 就是讲 我像真理一遍越明了 对不对 所以我还是学理工科的 但是到了这个姐妹那边的时候 我的嘴就特别的笨 我就没有办法跟人辩论 因为我知道她是爱我的 但是我就没有办法去跟她辩论 因为她 我知道她对我真的是有爱 我知道她是癌症晚期的病人 我没有办法 我去跟她辩论 所以这是第二个 让我接触到神的爱来摸着我的心的 那第三个弟兄呢 她是一个 拉小提琴的人 她是广播交相友团的以前 后来在圣地亚哥交相友团的 那当时呢 她带我们 那她是一个学音乐的 那数理化是一巧不通的了 然后呢 我跟她在一起查经的时候 我发现我从来没有跟她去辩论过 旁边一个Postar 也是一个基督徒 我就很喜欢跟她去讲那个科学上的辩论 这个人从来没有跟她辩论过 那么她 后来她跟我讲 我信主以后 她说她每天都为我祷告 我当时都没有 没有感觉 但是现在我讲起来我很感动 因为一个人 哪个每天跟你祷告 刚才周牧师也讲 当你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 她看你的脸色都不一样 她因为每天都为我祷告 我就没有办法去跟她辩论 每次跟她查经的时候 我就特愿意听她讲 一个没有科学知识 只有学音乐的人 她现在是一个牧师 传道人 所以当时后来她就邀请我 她说你愿不愿意信 我自己都surprise 我就愿意 我现在知道 信不是理性的问题 信是一个take a risk take a chance 就是你愿意跨出那一步 是一个心里边的行动 好 那我说我愿意 愿意了以后我就参加那个班 那天回来的时候 我心里特别的高兴 我那个外面的树 我是学生物的 我看到那个树的结构 它的生长的标准 我都知道 但是那天我看到的树 就不一样 那个树是上帝创造的树 不是一个 只是一个生物意义上的树 然后我那天看到的蓝天 我也特别蓝 那天我看到的 那个超级市场的人 我都每个人都想去拥抱他们 我的心特别特别的高兴 就是那天第一天信的结果 后来我就参加木道班 后来又受习 其实我受习了以后 我马上就搬到湾区来了 刚开始在帕拉头的一个教会 后来就到武家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神 就是通过这样的爱 来摸着我的心 让我从理性转到爱 从神的爱来胜过我的理性 我是这样信的 那当来信主以后 对我的帮助也很大了 所以我的眼光打开了 但价值观念也不一样了 我看社会也没有一个 任何的一个迷信的东西了 我就真正的 让我能够跟神的关系 越来越亲密 家庭关系也 跟神的关系好了以后 家庭关系也慢慢地学功课 我们刚才在讨论怎么不发怒 如果我想我现在 如果我没有信神的话 我可能我的家庭已经现在解体了 因为我跟我太太都是很有脾气的人 但是我现在慢慢地都在学功课 那我的小孩也在教会里长大 我也很满意 他们都是能够至少现在还去教会 还去团契 就是在神的这个爱里边成长 所以也在工作上面 也受神很多的眷顾 所以我觉得我的见证就是 就是一个学理工科的理性 怎么被神的爱摸着心的一个过程 好 所以他得救三部曲有没有 得救前的 重生前的 怎么重生的 重生后的都有了 那时间关系 那你就不讲了 好不好 因为我们时间到了 就我再讲一句 就是说每个小组聚会的话 你要知道你所有的弟兄姊妹 你小组的弟兄姊妹 你都要熟悉他的得救见证 所以你因为每个人的得救见证 神带你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所以当一个新人来的时候 你对新人了解 到底你知道他是什么类型的人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安排不同的人做见证 比如姚坚这个见证 显然你会安排在什么人面前做这个见证 一定是一个比较理性的 一个学科学的人 可能你安排他做见证的话 那对他就会产生一个共鸣 所以作为一个组长的话 你要了解组员他们的得救见证 所以在神的功能部分 其中一个就是你可以安排一些时间 要不要你来操练你的见证呢 今天我们大家来 你讲了过后 我们来跟你提系建议改进 我想这个是成为小组中聚会的一项内容 我们现在时间超了 对不起 我们就休息五分钟到两点半 不然我们时间来不及 我们到两点半就回来 好不好 好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 就是说我们下面要讲的是 团契小组的生命 可能这个光是这个题目 可能对大家来讲 都是一个新的概念 怎么团契小组还有一个生命呢 今天早上我也讲过 我们的基督 我们信仰是一个生命的信仰 这是我们信仰的特征之一 生命的信仰 那么我们的小组 实际上教会都是有生命的 是生命的有机体 那么一个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 而是教会有一群爱主的弟兄姊妹 在一起在组里面一起来成长 所以都是有生命的 那小组的生命怎么来判断呢 所以是今天我下面这段时间 要讲的一个题目 因为内容比较多一点 或者新一些 所以说我尽我最大努力 因为对我来讲也是新的 所以我 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 那么小 我们通过这个第六单元的 我们也按照次序 是在你们讲义上的24页 那么PPT或讲义上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好 没有太大的区别 后面没有 我们没有专门的 那个PPT的印出来给大家 因为是一样的 内容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这个单元 要了解的东西 学习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是认识 小组的生命周期 就是小组还有个生命周期 我们要去了解 小组的生命周期 那么在这段谈的时候 你会 你可能一边在听的时候 一边在想 我的小组是处于哪个阶段 你会发现你的小组 可能是在一个阶段 已经很长时间了 那么可能不是一个很健康的 所以我们待会会分组的时候 你可以还进一步来评估 那么这个不是怪每一个小组长 是你的问题 是我们以前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小组的培训 希望我们的小组能够更健康 弟兄姊妹在小组里面 能够更好的有好的关系 能够得到牧羊 然后能够有小组 新人进到我们小组中来 所以首先是认识小组的生命周期 第二呢 知道怎么样去评估 我的小组是否健康 还有小组组员的关系建立 那个建立的过程是怎么样 还有对小组外展的初步认识 为什么说初步认识呢 因为今天只稍微讲一点点 这一部分是可能是现在 我们目前我们教会小组 最缺乏的一点 有过必的小组可能 可能是做得比较好 但大部分小组这部分基本上 是属于没有什么 一点都没有做的 会作为团体整体来 有些团体做的 小组的外展的初步认识 这六个单元我们要目标 十四个目标 然后再看到这个我们熟悉的图 那么在这个图里面 刚才我讲过是每次聚会 实际上我们都牵涉到 小组的内外事工的层面 都牵涉到内外事工的层面 那么是怎么来牵涉呢 都通过这个 这样一个5W 5个W来建立的 那么这个图 我把它叫做宏观 记不记得早上 我们看那个图叫做微观 那么宏观呢 是表示是一段时间 它就 就是我们这个5个W的设计呢 对不起 这个地方好像只有4个W 建政 对应该有个建政 因为最老的那个 最老的那个奖一样 我们参考台北基督之家 他们没有建政 所以我们把建政加上去了 我们把建政 因为我们觉得在外展过程中 如果没有建政的话 你很难真正的做到外展 一定要有生命建政 生活建政 你才能够外展 我想以后我们会把它补足 那么在这个宏观来看的话 我们每个W上 那么那个建政可以说 是神的公义部分 在人的身上的作为 神的公 可以放在外展那部分去 所以说也没关系 这4个W实际上 也从宏观的角度看 它都没 它就和我们小组的 那个关系的每个阶段 都有关系 所以我们把它分成 4个阶段小组的 4个阶段 那么这个小组的 第一个阶段就是探索 第一个阶段 一个新的小组 建立了起来过后 它是一个新的关系的建立 所以这个是一个 它关系在探索的阶段 比如说今天早上 我们第一次分小组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觉得 你刚开始 因为我们是主观地 来判断别人 到底这个人是 喜欢运动 喜欢吃辣的 还是什么样 所以你发现 大家讲话的时候 非常小心 对不对 因为你不敢随便 去说一个人 说了过 那个人是不是会说 我怎么会这么想他 所以你看到 因为你是在探索的阶段 所以你讲话非常小心 那么一个新的小组建立 也会有这样一个阶段 然后我们在9月份 我们有福音40天 那么40天的时候 你进到社区当中 在你家庭家里面聚会 那么在那40天 我们有四次的聚会 四次的聚会 然后最后一次是在教会 是一个布道会 那么四次的聚会当中 第一次到三次 很可能都处于探索的阶段 大家认识的阶段 所以那段时间的 是个关系建立的过程 彼此了解的过程 今天早上你看 我们第一次是探索阶段 大家很小心翼翼的 但第二次我们没有分组 大家就放松一些了 因为我们本来就在一个教会 所以这种关系的突破要快一些 但是你有新朋友来到 这个小组当中 或者这是个新的小组 是说不同的团契的人 在40天的时候 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聚会 那你有一个这样的探索期 除了你们本身是一个教会以外 还有新人在当中 所以都要着重于什么呢 就是那种 那种彼此认识那种破冰 那种游戏 所以说那时候人所了解的 他就是他自己都想 我真的适合这个吗 他都不知道 我是不是属于这个小组的 我是属于这个小组吗 他都不知道 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讲 他每个人可能在问这个问题 我是否愿意去跟别人分享呢 我这样讲会不会得罪他呢 这个人我都不认识 那么责任方面来讲的话 他说那么这个小组 我提个建议 对这个小组有什么帮助呢 所以他这个时候 他都不太愿意参与很多的提建议啊 或者小组的服饰啊 他都不愿意去参与的 还有呢 从目的上来讲 那么小组这个聚会怎么安排呢 小组是否要让我来 做出任何的承诺呢 让我来负担一些事情呢 还有小组能不 这个小组是否适合我 这个时候上 小组里面的人都在 在思考这些问题 这是 坍缩阶段 是彼此认识 了解背景 建立关系的阶段 这是第一点 这是坍缩阶段 所以在这个阶段 你可以做一些事情呢 我想说一般需要三个星期 第一次聚会中 你必须要组员大家认识 组员要认识 那么第二次聚会呢 你可以促进 已经建立的初步关系 那么在 接下去的所有聚会当中 你都是那些 那些游戏的设计 都是为了大家 融入到这个小组中来 所以他就是了解对方的 哪些是他所喜好的 像今天早上 我们那个第一个 那个破屏游戏 我就晓得 原来他喜欢吃辣的 原来他喜欢运动 这都是很肤浅的了解 但是这是个开始 然后着重建立的关系 和共同的兴趣上 原来他也是 每个星期六 都要早上去爬山的 这个就可以 如果他是个摸到友 那我每个星期六 和他一起爬山 这是一个很好分享福音的机会 所以说 分享个人见证 分享个人参与小组 所得到的益处 是这个阶段的时候 那种见证 神的功那部分 你要侧重的内容 是要侧重的内容 那么下面一个阶段 就是变迁阶段 变迁阶段 那么通过这三次的聚会过后 那慢慢的你对主员开始了解了 那么他如果是一个基督徒 主员是一个 而且他愿意服事 那你就开始把一些小组里面 比如说今天 你来带敬拜啊 他说他喜欢唱歌嘛 那我就来带 让他来带敬拜嘛 那么这 你看到另外一个人 很合约 那你都可以说 下次要不要你来带一个破冰 所以你就开始去了解了 就请 那么也参与 也邀请或基组员来谈 让他们来参与 觉得我们小组 应该怎么样来筹划 我们的一些事工 外展的事工 还有这位新来的朋友 我们怎么样去关心他 那么这个阶段的时候 组长在带查经过程中 在讨论过程中 你也注意尽量去观察 观察弟兄姊妹 他们的恩赐在什么地方 然后同时你也开始来评估 思考哪一个人 可以作为一个前职的组长 可以作为前职的组长 你要知道 我们这个小组长的培训 除了是我们现有的小组的 加强牧养拓展以外 也是为了将来 我们进入社区当中 在分组的时候 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 知道怎么样去带领小组 所以说 那么你要为小组增长 要做考虑了 所以说你看 小组这个 这个普通的周期 你的考虑是不一样的 好 那么这个阶段的是 就是那个变迁阶段的时候 同样三个方面的话 人责任目的 就是在我们的讲义的 25页上面 他也是在这个阶段 他每个人的需要 也是不一样的 作为人来讲 在这个阶段 每个组员 他都认为彼此间的关系 因为他已经开始 在开始要走向巩固了 他认为关系很重要 他也每位组员都需要 彼此更加深的认识 更深的了解 那么每位组员 他这个时候都能感到 组长或者团体的 这个小组的同工的 关怀和尊重了 那么每个 每位组员呢 对小组的运作 事务 他开始慢慢的感兴趣了 开始想参与了 他这个 这个时候 他以期待的小组里面 有服饰了 因为作为 特别是一个基督徒 他的小组里面 如果人数不是太多的情况下 他一定看到其他人服饰 他也愿意参与服饰的 那么这个时候 他的目的就是 他开始重视 那个团体小组的意义了 那个小组是我的小组了 是我能够来 尾身服饰的地方 那么他也开始 介绍小组能够来 在就是参与在小组的 牧养和关怀的 这方面的 就是教会的意向 教会的事工 还有小组的牧养 这方面的事工 他也开始关心了 那么他的 那么这个时期就慢慢的 这个小组都朝着 建立一个彼此服饰的 小组来开始了 开始走向这个方向了 那么第三个部分 就是一个 慢慢走向成熟的 学院大学 是一个凝聚的阶段 可能我们现在的 很多小组 都处于这个阶段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鼓励 就是这时候主 因为大家更深层次的了解了 主愿意开始能够 自由地分享 表现自己真我 愿意敞开自己了 那么小组是更像是一个 有机的一个 活的一个群体 互相彼此为肢体的 彼此带导 彼此关心 所以这个阶段的时候 就可以更多一些 做一些外展的事工了 开始 就是说那小组可能 还有人没有信 主单不要紧 你开始可以外展了 训练组员 做个人步道 这时候你可以 鼓励大家做一些 个人的见证的分享 鼓励组员背一些 比如说经文 思虑里面的一些经文 做个人步道 那么也开始鼓励 不光是小组里面服事 鼓励组员参与教会的事奉 不只关心小组的事奉 也关心教会的服事 比如说神跟 我们几个同工 有这个感动 我要在教会服事 在交通控制上面去服事 我们就祷告 也把这个意向 就是分享给其他组员 为什么我们要 做这样的服事 然后整个小组 来参与这样的服事 那么这个时候 通过这些服事 组员之间的关系 就更加的加强了 这是个凝聚阶段的 可能现在我们的 很多的小组是 是处于这个阶段 有的小组 不是很多的小组 或者处于这个 二或三的这样一个阶段 那么下面一个阶段 就是非常重要的阶段 也就是我们这个小组的生命 这个成长的一个动力 外展 所以外展首先是 要鼓励组员在日常生活中 与卫性者结交 那么这个时候 在我们每个人的关系 网当中 我们都有些畏性的 那些没有认识神的人 所以我们就鼓励组员 来分享他们的那些人的情况 为他们祷告 你开始为他们祷告的时候 你的负担就会越来越重 那么这时候你来计划 一个外展的特会 比如说我早上提到的 曾经有个小组聚会 邀请了很多 他公司的同事来 但是这样一个 没有计划的邀请的话 可能达到的效果 就不是这么很理想 如果我先就把这个意象 分享出去 所以这些同事 他们的特点是什么样 小组开始为他们祷告 那么祷告了过后 当他们来到小组的时候 尽管除了你 可能你做饭那些 还是一样的饭菜 但是你经过祷告 你的负担不一样了 你见到他的时候 你就愿意跟他谈福音的事情 而不只是一个人跟他讲 或者某一个 特别有传福音 负担的人跟他讲 是每个人都可以分享 那就不一样了 那个外展开展起来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会在小组里面 报告这个事工的结果 反过来又鼓励组员 更多的向外传福音 比如说那个同工 这个特会玩了过后 他说我那个同事不一样 他现在可以愿意听我 讲一些福音的事情 那反过来对我们 每一个参与 做了很多菜 辛苦的菜的弟兄姊妹 他就也是一个鼓励 一个吉利 是不是 所以说我相信 今天早上我讲的 我说那个学生团级的一个学生 他从华学过来过 他对福音态度不一样了 我相信那个弟兄一定说 我这只南威肯没有白去 因为对他是个鼓励 因为这有变化 所以说这个在不同的阶段 一定要有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一个方法 好 我要快一点 那么一定要让主员知道 被针是小组增长的目标 以至小组是否健康的一个 关键的地方 而且使被针分组成为一件 值得庆幸欢庆和感恩的事 知道小组分组是最困难的 没有哪个地方不困难 分组 普天医药都困难 因为舍不得嘛 我们这么好的关系 怎么要分开了 但是如果是为了被针 为了福音的缘故 那分组是一个celebration 是一个庆祝 那就不一样了 那关键是要把这个passion 接着我们的祷告 放在我们心中 那就不一样了 还有我们要注意一个 就是这个陷阱 所谓的陷阱 就是在我们讲义的26页下面 很多时候我们不愿分 就是说我没有空间分 我没有空间来分 但是很多时候这些空间 上次都是一种借口了 比如说不够地理空间 绝对是 我们有些小组 比如说你在B3那个教室 你说我要分成三个组 那就不可能的事情 你分成三个组 如果每个组有六七个人 那你根本没办法做 大家也没法讨论 会吵得一塌糊涂 但是在B9 你说我要分成三个组 完全可能的 很多时候就是看我们自己 怎么样来看待的空间 如果B9那个教室 在台湾 在大陆 在城市 那些教会 它可以分成七八个组 都有可能的 因为他们都没有地方的 他们的家庭分组 也是很有限的空间 我们去年去台湾 就是台北基督之家 我们参加他们一些小组聚会的时候 很小的地方 他们分成好几个组 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 跟自己设这些陷阱 还有就是说 我们感情上难以割舍 因为没有地方分 我们感情上难以割舍 还有缺乏 好像分组过后 让我们缺乏一种安全感 我新来的人到我家里面来 我不放心了 如果是为了福音 我想你不会这样想的 还有关系上 都成为我们的陷阱 那么会冲淡我们现在 我很enjoy 人你知道都是 我们那种关系 有新的人进来过 你就不feel comfortable 你就会觉得不习惯 因为要花一个时间去熟悉它 很多时候是这种 这种不分的不够空间 是我们自己跟自己设下的陷阱 还有不够沟通的空间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 就是说 不论因为新人来 好像我就feel secure 我就不要新人进入小树当中 但是你要晓得 如果你不分组 实际上你会沟通上会有问题 明天我们讲神的功的时候 看是明天会进一步讲到那一点 还有就是分组的时候 我们可能没有预备好 那个就是那个小组 小组长 就是有一个间隙小组 还没起 小组长没起来 这些都是成为一个难点 那么讲到小组长的职责的时候 我们在角色的时候 那么小组长他本身是一个 按照这个以夫属书来讲的话 就是全身都靠他联合得合事 百节隔岸隔职 按照个体的功用 彼此辅助 相助 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所以小组长实际上是一个 服事的角色 是一个在里面连接 连接同工 鼓励同工出来服事 它起到一个连接的作用在里面 让身体 小组能够健康地成长 那么谁是小组长呢 那么负责小组 在小组中鼓励或造就 另外一个小组成员的人 就是组长 所以他也不是说小组长做所有的事情 但是小组长一定是找一个人来代替他的 这才会对小组的增长才有益处 那么组员 谁是组员呢 参加者在小组当中 每一位信徒 都得到另外一位信徒 在灵命成长和服事中 道路上给予指引或独处 那么这位接受独处或辅助的信徒 便是组员 就是说 就是按照我们刚才那个图画看到的是 就是小组当中 这个组员是在组长的带领下面 他来健康地成长的 健康地成长的 但我们现在的很多小组 大家都是同工 每个人的灵命都是一样的 像这样的小组是不健康的 在台北基督之下这样的小组 三个月没有信任进来 马上就打散了 把所有的这些很强的代查经 这些同工分到其他小组去 他们是硬性的这样打散的 他们是不希望有这样的小组出现 但是很多时候小组会这样 我们希望我们的 以后的小组 也通过我们的福音 四十天过后 有些新人进到小组中来 让小组能够有些变化 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这样 带领当中也被神所改变的 小组上不是只是带领别人 当你在带领别人的时候 你的生命也被神所改变 好 那么讲到组员或 组长和组员关系的重要性上面 所以说就是小组的组员的关系 就是小组长对组员的关系 就是小组长他是对他的 是否参加小组他要关心 要去花时间去了解每个组员 所以说当然小组长可以分工 你是关心这几个比较核心同工小组的 那么核心同工又关心其他的 其他的弟兄姊妹 那么每个人都去注意他是否来聚会 那么一个小组如果太大的话 你就很难做到这一点 你很难去打电话去通知那个人 因为你都没有注意他 他今天没有来聚会 所以我们上次发过一个 小组的回馈表也是这个原因 因为通过那个填表 你可以注意到谁来谁没有来 所以说他是一个起到一个独岛 那么跟进关心这样一个角色 那么有些人他受了伤害 在因为某一句话 哪个人说一句话受了伤害 那他没有来我们也不晓得 如果小组比较小的话 那么小组长很快会注意到这一点 他打电话去了解了解关心他 所以对主缘来讲 在他生命成长过程中 他也需要一个组长来带领他 所以一个组长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尾身的 明天我们讲到小组长的领导力的时候 我们会专门讲到这一点 就教会对同工小组长的一个要求 会讲到这一点 他有个尾身愿意来关心 那些软弱的肢体 或有些聚会不太固定的肢体 会打电话 经常关心他们 联络他们 或者跟他们约会 有这样一个吃饭的时间 比如lunch 一起吃一个午餐 了解他们的需要 那么也为他们来祷告 刚才讲过每天为小组长为聚会来 每周为聚会来祷告 像这个地方讲到这个真诚 实际上是讲到的是小组长 就是小组之间的关系 我想没有刚才我们讲到那些 各个阶段那种关系的突破 你是很难展现这种真诚 或者在您里面自由的沟通的 现在我们是在我们讲的28页 我想这上面 我们讲到一个是真诚 一个是带导 没有带导 你很难展现出你的真诚 所以这两个是不能分开的 你只有常常在祷告中 纪念你的祖元 你才能够在和他关系 在交通过程中 他能够感谢到你的真诚 这是我们要常常在祷告中 来纪念这些祖元的原因 所以除了我们经常的 每周的聚会以外 祖长和祖元应该经常保持联络和交通 现在有很多 现在这个年代 这方面就太容易了 感谢神有些很多小组 他们都是有个微信群 他们经常在微信上面交通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方法 保持联络交通 互相也可以通过这些方式 来彼此的勉励鼓励 比如我看到一个很好的灵修资料 或者很好的一个见证 他也可以发在群上面 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么小组长也要鼓励 祖元参加教会的一些门训 教会的服饰 刚才我们也讲过了 好 那么我时间好像已经超过了 我们本来是到三点钟 两点半 还有时间 我是讲到两点四十 稍微超了点 两点四十 所以小组的生命力这部分就讲到 小组的生命周期就讲到这里 那么下面我们又是一个 我们下面是分组破冰 分组破冰 又要重新分组 大家要重新分组 还是按照刚才分的组 我问一下大家 就按照刚才分的组 我们就不分了 刚才你在哪个组 你就回到哪个组去 我们就再一次破冰 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简短的一个 对自己小组的生命的评估 还有小组外展的一些策略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觉得小组 如果我的小组要进行外展的一些事工的时候 你觉得有哪些方法可以使用的 你可以在刚才讨论的时候分享 还有除了刚才我们讲到了一些 关心牧养 小组的牧养以外 还有哪些是小组长 小组的同工可以做的是牧养的事工 我们讨论三点 一个是对自己所在的小组 你觉得你的小组健康吗 是处于哪个阶段 好 下面我们就分组 先是一个破冰的游戏 我跟大家讲了一个真实的简单 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家有一个小组 我们做门徒训练 会有些地方怎么听过这真实的事情 那家伙刚刚门徒训练 有一课都是传福音 要怎么样使用试律 就有个姊妹就说 她说我和武功势同事 每天中午都一起散步 我们就是大家建议 你要不要跟她分享福音 你刚刚学了试律吗 她说好啊 她说那大家就为她祷告 所以那天我们全部都为她祷告 第二天 第二个星期 那再来民族训练的时候 她也 我们也坐下来 她说 我那个同事 我带她分享试律 她信主了 上那个姊妹后来进入教会 在教会心受洗了 所以说我们神的工商可以在小组里面 每个人都成为 那就是像十四万人传福音的 每一位都可以被神所用 这是我们要去计划她 那么为那种不同的 她的就是那些为德之名 他们的普通的反应 我们要去研究 怎么样去奥律其他 有些弟兄姊妹真的蛮有心的 我昨天讲到一个弟兄 她上次公司主管 那主管你知道在公司里面不能随便传福音 你不能用工作时间去传福音 但她把那些 她手下的好多华人全部带到教会里面 这是非常好的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更多的一些计划筹划 可能做得更好 可能能够更有针对性的 因为她每个人的层次可能都不一样 每个人对福音的反应不一样 然后我下面就讲到 下面一页 就是金字塔堂中的 里面看不清楚 没关系 你看那个脚壁上也不一样 所以一般来讲是五类的 五类的这样的人 第五个阶段就是 她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信息 她也根本不了解 什么叫做救恩 耶稣到底是谁 她也不晓得 她也对福音的道理 她完全不清楚 或者她在网上 她看到过一些万七八糟的东西 这类的人 就是她完全是您 是您 那么这个时候 你对她的 那个接触就不一样 还有呢 有些人她听过了 听过了福音 她听过了福音 但是她得出来都是一些负面的 特别是更糟糕的是有些什么 她听过一些福音 但是她就是第四类人 她周遭有些基督徒 她觉得那个基督徒还不如她呢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完全可能的 也不是说那个基督徒很糟糕 像这种时候 你遇到这种人的时候 你要跟她讲 你说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人啊 可能比别人好 可能比我好 我的以前道德标准来这儿 但是你道德标准来这儿 但我信主了过 我的道德标准慢慢向你靠拢了 以后我会慢慢超过你的 所以你可以这样去回答 因为他不认识神的人 他了解他 他看他看人嘛 当然是看人的 但是你要让他去看耶稣 所以他不一样 那么这四类的人 有些是更难的就是什么 他在网上去看一些负面的东西 你要一天 花时间在网上 不做圣经 基督徒都看出问题来 对不对 我们团经里面就有些 神社团经我都不知道是这样的 心得很好的 数学家还算那个人口呢 他建立一个数据数据模型 其实按照年轻的地球那个model 去算那个现在的人口 然后他说这个就是 我圣经是一致的 结果后来看网上的东西 看来都不来就要回来 我们去探访他 他说一大堆那个网上的东西 我说你这些全是比网上的东西 你不看神的话 去看人的话 当然看出问题来 所以这四类的人 这第四阶段的人 他不见得比第五阶段更容易的 他有时候反而有些错误的观念 所以我们对福音的道理要清楚 所以有时候第五类的人 他是空白的 你跟他传口来反而有问题 所以这是相对的 是相对的 那么第三个阶段呢 他通过或者一些基督徒节驻 观察他们的生命 观察他们的一些价值观 了解他们的价值观 人生观 世界观过后 他产生一种羡慕 他产生一种羡慕 他发现你和他不一样 然后这个时候 他就想多一些了解 像这个时候你可以让他去 去介绍他来的教会 可能参加墨道班 第三类或第二类上 都可以进入墨道班 还有刚才我讲到 就是他刊断情报道多的 上面有个 如果他是比较理性的 有本书可以给大家看介绍 就是游子营 游子营对很多的知识分子 特别是理工科的 非常非常有帮助 非常有帮助 因为他是在理性上 在拒绝他 拒绝这位神 所以说他一旦 把这个观念打破了 他走入这个信仰 非常容易 反而比其他学文人的用意 曾经我们在大陆去 做了一个领会 那么有一课 讲了科学信仰 我们就把所有那些 有名的科学家 那些都是物理化学的单位 刘顿 娇尔 伦勤 这些都是物理化学的单位 但这些人又是最有名的基督徒 他是科学的奠基人 现代科学的奠基人 当我们把这些东西 告诉他们的时候 他们真是震撼 有一个同学 当来了24个摸道友 二十几个摸道友 他是唯一一个中间离开的 他离开的时候 你知道他怎么说吗 他说我不敢再听下去了 都再听下去了 我的三观就会毁了 所以说你的科学 他有些理性的人 有止盈会带来很大的帮助 所以每个阶段的接触 接触点不一样 小组要去在神的功德部分 你要去 要去 普通的阶段的人 你要安排普通方法去 去接触他们 接触他们 下面一遍 好 又回到这个图 所以这个图就是 讲到A类或B类的 那么基本上就是 那个A类的 就是 对B类的就是那些 从来没有听过福音 或者对福音有些偏见的 那么二阶段或三阶段的 就是他们 这回基督徒 比较多的接触 接触过后 他们是属于A队的 因为他不反感 他愿意来听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以 有些人用这么来操练 个人过道的时候 他们也可以 和他们一起 做交朋友 因为这些人 你们讲什么 他会听 他不会和你去变 当然有时候也会 因为圣经上 有些东西 他们不太了解的时候 他也会去问你 一些问题 有些问题 也会问得很难回答的 但是你不要怕 因为他已经观察到 你不一样 所以他对你有好感 所以他愿意和你交朋友 所以这个A类 B类基本上是 那么A类的比较 比较难一些 然后交过一些 受过各种步道 参加过短期的提供姊妹 所以我们后续的 小组当中的培训 可能就是 个人步道方面的培训 今天我们后面 有个设备 我们会提供一些课程 你可以勾 码法的课程 你愿意去参与 我们可以鼓励 提供姊妹 进行进一步的装备 好 下面 所以这就是那个 那么传福音 首先就是说 传福音是我们要知道 有四点要注意的 就是说传福音 是一个过程 或者有时候你觉得 好像听到 软障闹 软失梦 马上就带一个人信主了 那么有没有第一次 听福音就信主呢 有 但我可以讲非常非常少 它很可能信主 还有反复的 所以传福音是个过程就是这样 我昨天跟大家讲到 五个满头理由 它实际上是一个 因为它是一个世界观的改变 它需要一点时间的 它去接受 但是以后 你能低估神的工作 有时候真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短圈 短圈到美中期短圈的时候 在那个Bits本 就是 那是那个学校 自己起的中国人 当时就遇到一个 上海来的一个者们 他刚刚来三天 就信主了 所以你又很难去说 他就不能信 因为有时是神的工作 因为是神的工作 有时候 他很可能以前 他有些什么节奏 我们不晓得 所以传福音也需要时间 就是关系的建议 所以为什么我讲 我们四十天 福音四十天的时候 之前我们就要开始 小组里面有些计划 然后传福音是透过关系进行的 特别是九零代 和八零代的年轻人 你和他没有一个关系的时候 你很难相传福音的 以前在校园团体 大家知道 校园团体就是 他们最先开始用私律的 他们叫做钓鱼 他们用私律在校园里面 在国内他们也是这样做的 就那些童工 他们大学比如说 奉献自己 做校园团体童工 他们就是在校园里面 拿着看见一个同学 在那边 一个人在那边走路 就跑过去 我能不能跟你分享一下 这个私律 他们很多人都是这么信主的 包括他们现在 以及童工都是这样信主的 但是现在他们发现 你就这样 路上看见一个人 在跟他分享私律 信主的比例极为极为人体 因为八年后九年后 你不和他们建立关系 他根本不听你 他不相信你 首先他一看你拿本子 他说你是搞爽交的 他就把你reject了 所以曾经 我们上次去那边的时候 他台湾有个姊妹那边 一年的短圈 他是台湾一个大学研究生 毕业过后 他奉献自己 他自己是九年后 他是九年年出生的 他在大陆那边一年的短圈 没有带一个人的信主 就说明这个方法 我们要调整 对九年后八年后 要调整 改变神我们小祖这个牧羊就是建立关系上面 而小祖的拓展也是建立在关系上面 所以正好这个可以用到这个新的一代里面 过去我们信主真的是非常理性 也不是说别人跟你讲课把你说通的 也是建立在关系上面 那姚间弟兄昨天的见证 对吧 他刚刚听到别人为他天天祷告的时候 他自己眼泪都快下来了 因为这就是爱的关系 所以我脑袋没有通过 但心没办法 心被爱所 touch 所以透过小祖传福音 这是我们的 所以讲义的我们十九页里方 说我们小祖是传福音的据点 所以可以把小祖看成是一个四周都围绕着 为信主的见证点 是福音的一个据点 是福音的一个据点 当然我们现在教会聚会 教会就是福音的据点 当我们四十天进入家庭当中 那么那个家庭就是社区的福音的据点 所以小祖里面大家可以经常分享自己 关系往当中 哪些是自己需要去push 所以我们要常常为这些人祷告 而且你可以分享你杰柱的一些经验 像刚才我所分享的一些内容 那么这个见证呢 就是那个聚会的内容 欢迎敬拜见证 神的话 神的功 昨天我讲过 我们可以相应的调整 实践上调整 如果有那天是福音的拓展 它是福音的一个聚会 你完全可以调整 你把它弄成一个小型的步道会 敬拜 那么有破冰 有得救见证 那么有一段简单的福音的分享 你可以查一段福音的书 如果它是小组有困难的时候 可以向辅导 团契辅导教会的教育团队 我们有需要有人support 有人来支持我们 都可以的 小组的那个宝贝 应该是帮助 那个是十九页 那个小组聚会的 那个服饰就是神的功 想想你们聚会 哪些可以做什么 可以做些什么 我们可以慢慢的明白这个道理 好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还可以有些摊访 就比如说你 比如说你接触到一个女士 她已经是已婚了 那么她的家人上 对她的朋友并不是完全认识的 那么她常常周末的邀请她出来 她的家人有时候会有疑问的 打个问好她的战略 所以这时候 如果你通过家访 能够和她的家人一认识的话 她会打消这种疑惑 她也会带她出来聚会 比较容易一些 这就是所谓内访 但有时候内访 也不是多成功的 因为常常会有人 她会在那个 她不愿意有人 特别在关区 很多忙 大家不愿意一起探访 那这个事就需要外访了 就把邀请出来 参加我们一些特别的聚会 这个我们都不用多讲 我们在座吧 很多同工都去家访 就是去贪访过 去贪访过 但是我们组长也可以 把这边做一个了解 我们可以 我已经回到前面了 在前面是什么 这个已经讲过了 在前面 那么神的功能两大的目的 就是说在聚会的时候 主缘能够把我们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外人身上 外人只包括那些 没有性的 还有包括新人 非常 就是如果我们不强调这点 有时候我看到一些 我看了观察到一些小说 就是新人来了过后 他待不住 因为你和其他人都认识了 他一来看你们那么熟悉 他根本就成为一个观察者 他有些人是基督徒的话 他还吊着一下人人 或者他比较外向的 他马上就涌入了 有些比较内向的 他半天涌入不了 因为没有人去关心他们 所以神的功 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说 我们要注意那些心爱的人 不是说我们 他们来了 我们全都为了他转 他自己给大家产生压力 但起码你要关心到他 在茶间的过程当中 你提问的 主长的 待茶间的同工 在提问的时候要照顾他 结果他如果他答的内容是 完全和我们的想法是不一致的 你不要去批评他 你鼓励他 你这个 昨天主播说讲的 你很有创意性 这是个 当我们不同意他的说法 但是说出来就很容易被别人接受 他慢慢他病不心去参加 求生给我们智慧来 面对一些心爱的人 还有呢就是说每位主员 对自己的个人事工要负责 神的工部分要安排 比如说有人是 那天是专门来接待的 他都要照顾这个人 或者那个人是今天做见证的 他也要 要 对自己做的事情负责 格负其责 两道目的 一个是服事 一个是负责 心爱的人 我再把两项内容总结一下 一个是教会一项的分享 福音计划 这总结就两部分 两个内容 我这次重复讲的话 一定是在词验 下面 那么现在就一个问题了 如果小组不被针 会出现什么问题 就像我们的孩子 如果孩子不长身体 你着不着急 属于他生命处的问题 小组不被针的时候 是一样的 停止变职死亡 那么一般的这种认为 小组的一个生命周期 是一年 是一年 就是说那一年里面 你必须要增长 那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有好多小组 多少年不增长 就是说 当然这个不能怪大家 是因为我们以前的这种 我们比较缺乏对这个教会 就是小组那个牧羊的了解 对小组牧羊的了解 我希望通过这个培训过后 更多的弟兄姊妹 在这个小组的聚会当中 能够把神的 就是神的功这部分 能够利用起来 能够为小组的倍增 来真实来祷告 来筹划 来奉献自己 这是我们 那么 为何要倍增呢 因为信徒与未信徒 他们需要 他们的需要可以在小型的祖国中 更全面的得到满足 这昨天我们讲的关系 关系 还有呢 让祖元有更多的机会 服侍祖来的人 有服侍的机会 那小型的祖国当中 每个人都是重要的 没有人被忽略 比如说像神之团企 有的小组 三十几个人 三十几个人 你怎么可能有深的人 那种深层次的了解 昨天我和一些 神之团企的小组的 一些同工在一个小组里面 他们也承认这一点的 因为真正熟悉的 就这么几个人 但就是 你好好能了解的话 反省 上都没有很深层次的交往 因为太多人了 那么现在的人 他们就讲到 常常是一种旁观者 他不能融入到小组当中 被忽略了 而且小组小的时候 我们能够更多的同工 能够成为伟生的信徒 他们能够更容易被装备 而且呢 沟通上更容易 不会有太多的沟通线 这是一个新的概念 待会我们给大家看看 不受聚会场所的限制 这个是讲到家庭里面 家庭以为 那个区域 你大了 你分种嘛 教会你再怎么大 你总有场地的限制 好 那么 就讲到这个沟通的形式 这是一般的研究 就是说 那个N等于人数 CL等于沟通线 那么人一多 当然沟通线越多 那么两个人 就是两条沟通线 三个人就是六条来回 六条线 所以说他 十个人的话 就需要九十条沟通线 那么十五个人呢 两百一十条沟通线 所以人数太多的话 你实际上是没有办法 真正的享受 在那种群体的 那种深层层次的交往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说小组要分的便宜 大家也可以把这个图 给小组的主员看 当我们在分组的时候 当然这个还是将来的事情 但分组 我都知道 都是不容易的 神圣团聚 以前试过好多次分组 都不成功 分了组就很难受 这个我想 我们如果有一个意向 有一个意向的话 不能不一样 分组会变成一个celebration 因为是增长的 生命在成长 下面 好 然后我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 然后把时间赶得有了 然后我们下面是有分组 我们有有点脱兵 然后我们会讨论 我们讨论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跟大家稍微检视一下 就彼此代导 代导什么呢 一个是为自己能够分享福音代导 一个是同时你可以介绍 在你的关系网当中 你没有哪些人你要为他祷告的 让这个主的主员为你祷告 就像我们在实践这个神的功能部分 好 那么 还有为你小组的同工 你觉得我要跟小组同工分享这个意向 那么 可能你要为你同工祷告 你可以提出来 还有就是为的知名 我们提到14万 我们花点时间为这14万的为的知名 让我们教会周遭人来祷告 你也可以讲 讲讨论什么呢 就是说 我回到我的小组后 我的计划 在神的功的计划部分 福音的计划部分 我应该怎么样来做 昨天我们已经讨论过一些 比如说 牧羊 有哪些东西 形式 还有被针 哪些是可以在被针当中可以用的 比如我们讲到 计划福音的时候 你可以有些非常突破的一些思维 比如说我们可以 在哪个地方去 去外面去游玩的时候 那我现在都被这些限制了 可能你们想的很更多 比如在我们家的附近 有个屋檐 我们在那边一起BBQ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 或者我们在家里面看看电影 这些都可以来 做一个福音的计划 待会大家都可以在这方面来讨论 就被针 有哪些方法 还有我的关系网络 哪些我希望来带导的 我的亲友当中 有哪些我希望带导的 为我带导 我们下面我们来分组 那我们就来进行 我们这一次最后的一个单元 就是这个领导力的问题 那我想先问问看各位 你们觉得当小组长难吗 难吗 培训完就立志不当小组长 糟糕反笑果 说难也难了 但是你会发现说 就是说 也许有些时候我们觉得 小组长我们把以前那些概念 放到这个小组的这个代理当中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教会对于小组长的要求 重点不是在于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 所谓的恩赐 或者说这个装备的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神的一个侍奉者 更重要的其实是那个生命的本质 就像今天关牧师讲的 那个生命 那个人其实是最重要的 那好比说 这个在新约里面最著名的教会叫 哥林多 哥林多这一些弟兄姊妹 他太有恩赐了 什么恩赐都有 对吧 然后呢 也很有知识 对不对 所以宝儿说 跟他们传讲也不用智慧的话 他也有知识了 但是他们最缺乏什么 是那个生命的那个素质 所以当他那个生命素质不在的时候呢 那有些时候呢 反而恩赐很强 知识很多 反而成为一种的包袱 成为一种拦住神工作的一个主力 所以怎么样把我们所学的知识 跟恩赐发挥出来 其实那个背后那个生命的衬托 是最重要的 所以当我们在开始这个小组长的训练的时候呢 那怎么样去定这个小组长的一个要求跟资格 其实是不容易的 但是呢 最后我们归纳出来有五个要点 五个要点 那这五个要点其实都是跟生命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看到下一个这个slide 在你们讲解上面也有 那这五个要点我们用这个FATS FATS 那F-A-C-T-S F-A-C-T-S 那这五个要点呢 其实是小组长 包括将来 如果你在小组里面 你要挑选童工 或是挑选实习的小组长 你应该用这五个方面去衡量这样的一个人 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被 这个人很强 恩赐很好 那我们应该把他拉进来做同工 那不一定的 有些时候呢 在我施奉的过程当中 我遇过很多这样的人 很迫不及待 拉进来 结果出了很大的问题 因为你知道 恩赐强的人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说他的主见很强 那个又很强 有些时候的确是要强一点 才能把这个恩赐发挥出来 但是你如果发现 那个生命没有被魔造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就变成一个 对其他同工的伤害 所以这五个要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这个FACEBOOK 很忠心的 那我们侍奉神当然也要忠心 这个我们是为主来工作 那有忠心呢 在侍奉上终于主的托付 对内我们牧养关怀 对外这个拓展福音 当然我们知道 人的人力是有限 不是说我们又要牧养关怀 又要拓展福音 这个是要慢慢去配搭 跟同工是配搭 但是至少我们那个心 我们愿意在所托的事情上面 努力去做 哪怕是说 我现在的人还不熟练 我一点一点慢慢做 那个忠心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也很重要 叫AVAILIBLE 可用的 是不是可用的呢 是不是有时间呢 那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 侍奉也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很有恩赐 很有能力 请他出来侍奉 没时间 不请他 他就说教会不重视我 这个很难做 对不对 你怎么做都不行 又请他 他又没时间 不请他 他就觉得说你不重视他 所以其实这个可用的很重要 我们是不是很ready了 当我有这样的负担 教会有这样的需要 我愿意出来侍奉神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第三个 我想我们会比较着重的 第三个 就是有没有呼召 有没有呼召 那这个呼召很重要 不单只是传道人 有这个神的呼召 每一个侍奉都应该有神的呼召 你可以清楚说 这个是神要我去做的事情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做得久 如果没有呼召 那做任何的事情 做任何的侍奉 很快就会半途而废的 因为这个不单是小组长 任何的侍奉 你只要做主的工作 你所迎来的 绝对是很多的供给 一定的 特别是当你成为领袖 当你成为组长的时候 那个供给是越多了 所以这个是 又把大家吓死了 又再次强调 再次肯定自己不再当小组长 不能这样 这个 其实这个是正常的 当我们成为领袖 成为这个主的同工的时候 其实魔鬼攻击是很强的 那如果没有清楚的呼召 那很快就会退出这个工厂 那什么样才叫有呼召 这个很多弟兄姊妹 问这个问题 我怎么知道 我是被神呼召的 三个原则很简单 第一个 一个被神呼召的人 他的心中会很可恶的 对于这个事工 他是很有负担 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吹逼说 我应该要做这样的工作 这个呼召是 很强烈的那一种情绪 比如说当时 这个耶利米的时候 他就提到说 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的 我也不再奉他的名讲道 我便心里觉得有烧着的火 闷晒在我的鼓中 这一种的迫切 耶利米的迫切 保罗也是啊 保罗说我传福音 原没有可夸 对不对 我原是不得已的 若不传福音 他说什么 我便有祸了 这个是一种急切的一个呼召 所以当神的呼召来临的时候 我们自然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 小主真的很需要 需要有人去带领 我有这样的一个负担热情 我想要去带领弟兄姊妹 我想要去拓展 那这个是一个呼召的一个名证 第二个如果你有神的呼召的话 你心里会有一种强烈觉得不配 会觉得我做不来的感觉 两个看起来好像很矛盾 所以可能现在你们的感觉 这一点会多一点 觉得说小主张怎么可以做 这个这么困难 我怎么能做 但是每一个被神呼召的人 其实都应该有这样的感觉 包括摩西在那里 对不对 神呼召摩西的时候 他说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 我是左口奔事 对不对 那当神呼召严厉比的时候 他也说主业话 我不知道怎么说 因为我是年幼的 我是年幼的 所以当我们被神呼召的时候 除了我们会感觉很急迫 但是如果你的心里面觉得说 我这样子怎么样去侍奉神 我的装备好像还不够 我觉得我好像没恩赐 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 那恭喜你 对了 对了 如果相反的你说 太好了 主长就是我 理所当然的人选 不二人选 除我以外还有谁呢 那完蛋了 任何被神呼召的人 如果有这种觉得说 我没有把握 我有能力可以做这个事情 那完蛋了 那绝对不是神呼召的人 所有神呼召的人都觉得 我不配 需要上帝 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神会在环境当中去安排 所以当保罗被神呼召出来的时候 去传福音 他说又宽大 又有功效的门 会不开 所以今天如果神呼召你做小组长 同样的 会给你负担 会让你觉得很害怕 但是神会在环境当中去 为你开路 你也许说我没有时间 神会给你时间 你说我没有能力 神会给你能力 你说我不会说话 我告诉你 神会让你说话 所以我常跟弟兄姊妹做见证 如果我今天能够站在台上讲到 你们都可以 因为你们会说的话比我还多 如果你认识我话 我在台下我是不太说话的 我不会说话的 我不再知道怎样跟人家沟通了 但很多地方有没有说 我站在台上变成另外一个人 为什么 不是我的能力 是神的能力 所以今天当神呼召你的时候 在环境打开之后 当神呼召你做小组长 他自然会预备 各样的能力 各样的恩赐 各样的预备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预备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预备好 我愿意被神所使用 我们是不是忠心的 我是不是可用的 然后当神呼召来的时候 我来回应上帝 第四个很重要 叫T Teachable 叫受教的 受教的 我们是不是愿意是一个学习的人 我相信大家都是了 有半会坐在这边 对不对 所以至少第四项已经有了 所以受教的 然后第五个是顺服的 今天当我们做一个领袖的时候 我们也要先学习顺服权柄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因为如果我们不顺服权柄 那主员就不会顺服组长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联 所以这五个要求 原则 其实你说难 也不难 说简单 这个其实是生命当中 我们一生要操练一个功课 但是不管我们自己在做小组长 或者是我们去选同工 去找这个实习组长的时候 其实这五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要不要考 好像是有考是不是 我忘记了 所以这个五个一定要记得 FACTS 你很好记吗 PITS Facebook Core 还有Teachbook Submissive 所以这五个条件很重要 那么我们来看奖励 第30到31 那团契小组组长的三个角色 那这个也是跟所谓查经班的带领 最大不同的一个地方 如果是普通查经班 或是一个团契查经 那个带领的人比较偏降于 这个教师的一个责任 但是作为团契小组的组长 他的责任是比较偏向是牧者的责任 所以当他作为一个牧者的时候 一个组长主要是借着爱心跟关怀 去建立这个小组的关系 那当然当这个小组慢慢发展的时候 也许有一些特定的失踪 比如说探访 带导 那这个是必要的一个工作 特别是 当然如果在小的教会的时候 这些的工作由牧者来带领就好了 那其实也研究过了 一般一个牧者顶多最多能够去 涉及到的这个羊群 顶多就一百个 一百个一个牧者 那那个已经是非常吃重了 所以为什么当教会成长大的时候 小组长他有一个牧者的角色 因为很多弟兄姊妹 其实是很难去牧者去 去关怀到 那这个时候小组长就是代替 这个全职的这个传道人 做这个牧养的一个工作 那很重要 特别像我们教会这么大 对不对 那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 可能大家彼此都不认识 但更别说 我刚来这个武家的时候 最痛苦就是记名字 拼命记 后来我的极限 我发现我现在记了两百多个 但是已经不行了 我记到第两百个 前面一到一百号已经忘了差不多了 然后人跟脸 人跟名字已经连不起来 所以人有那个局限 所以需要小组去帮忙 组长就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当组原生病去探访 去为他代替 就像一个牧者一样 所以不要想说 哎呀这种事是牧师的事情 我何德何能呢 但是呢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 每一个人都是被神所顾照的 并不是说这个当然牧师被案例好像就高明了 没有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所以每一个组长 每一个组员 每一个组长都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牧者 去关怀这些的组员 那第二个就是说呢 组长也是一个管家 作为一个管家 那当然呢 他就是管理神所托付给他的羊群 那这很重要的 那请记住 这些羊群是神的羊群 不是你的羊群 我们只是帮助 在这个地上呢 我们为神来做这个管理的工作 那既然我们做管理 我们就要让羊长得很好 让羊能够肥起来 让羊还能够生另外的羊 这个是一个好的管理者 所以我们作为组长不是说 我只把这个羊顾好 不被狼吃掉就好了 那这个不行的 因为羊会老 羊还会怎么样 会死的 那你如果说 我只要路好就好 那你会发现你的羊会越来越少 神所托付你的产业越来越少 这个就不像是说 只是埋在土里面 出来一千两还一千两 在我们牧养羊群的时候 如果不增长 那就是死亡 就是死亡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管家 我们作为这个组长 或者说我们在当中 已经做组长了 做这个团长 如果都要这样的概念 一定要让羊越来越壮 能够生长 能够有生命传达出去 这个是一个好的管家的一个职份 第三个 当然组长也是一个领袖 领袖 所以要带领组员去追随这个意向 特别现在教会有这个意向 怎么样带领组员 认同教会的意向 一起去做这个意向的工作 那这也是组长的一个责任 所以其实这个组长 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其实就是在这三个方面 这三个方面 我们现在不要觉得说 组长就只是带茶经 其实带茶经 我昨天已经提到的 这些部分 其实你可以分派给其他 很有恩赐的这一些的弟兄姊妹 也许他在主日学已经装备很多了 他很有恩赐 也很有这样的热情 没关系你让他带 但组长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角色 其实就是这三个 作为牧者 作为管家 然后作为领袖 所以还记得吗 所以这一讲非常简单 五个生命的素质 三个角色 哪五个 Science 记得是Facts 那个C很重要 那个Coling 要不然就变肥了 所以Facts 然后三个角色 就是做牧者 做管家 然后做领袖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 慢慢学习的一个道路 其实我们做全职的传道人 我们侍奉到现在 其实都觉得自己还是很出钱 还有很多事情 没有办法去处理的 还是有那种 有时候还不知道说怎么办 实在是求成家庭力量 所以每一个侍奉都是一样 就是一步一步 我们去跟随主的带领 就像今天观牧师讲 最重要的不是说 我们事情做得多好 重点是那个人最重要 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 然后带领这些的主员 跟神的关系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这一讲就谈到这里